新法之第一章 关于人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 人的存在有价值吗? 人生于世,意义何在? 当有人提出这类有关人的本质的问题时 我会做如下回答 地球上,不,整个宇宙间存在的一切 都是因为具备存在的必要性而存在着 无论多么微小的东西,都是必要的 人类自不必说 森罗万象,一切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 哪怕是生长在路旁的一株杂草 滚落在街边的一粒石头 也因为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存在着 不管如何渺小的存在 如果它消失了 这个地球乃至宇宙就无法成立 因此存在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种说法不单是抽象的观念 在科学的世界里也获得了证明 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 就是构成宇宙的能量的总和 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而是恒定不变的 比如我们燃烧一个物体 看起来它似乎消失了 实际上只是变成了气体 燃烧后的残留物以及热量 其能量的总和仍保持不变 就是说它并非消失 而是在能量的总和 恒常不变的前提下 转换了它的模样 形态而已 因为能量的总和不变 所以无生物也罢 微小的物质也罢 它们全都是构成宇宙的 不可或缺的元素 比如被奔驰的卡车 弹进路边沟壑的石块 对于浩瀚的宇宙而言 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缺失了哪怕数百兆分之一 克的微量物质 宇宙的平衡也会因此而被打破 所以没有不必要的存在 既然存在就是构成 宇宙的必要之物 或者说是必然性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 无论多么微物足道的东西 都不能说不必要 反过来说 世上没有多余的东西 缺少了任何东西 都会破坏宇宙的平衡 同时宇宙中的所谓存在 并不是某种东西 可以孤立存在 所有一切都在相互关联中存在 进一步说 因为其他东西的存在 才有自己的存在 因为自己的存在 才有其他东西的存在 一切都在相互关系中存在 都是相辅相存 释迦摩尼把这种现象 称为因缘而生 释迦摩尼因打开了心眼 而达到了开悟的境界 获得了真正的智慧 洞悉了宇宙的真相 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现在利用最先进的科学 才能解释的宇宙观 释迦摩尼早在2500年之前 就已经看透了 领悟了 一切存在绝非偶然 都因必要而存在 我们降生于世 生存于世 都是必然 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但是 人的价值不仅仅是存在 具备智慧 具备理性 具备心性 因而人被称为万物之灵 人是地球上进化程度最高的生物 人应该具备超越存在的伟大价值 我认为 这种价值就在于 人能够为社会 为世人做出贡献 就是说 从浩瀚的宇宙看来 哪怕无所作为 但只要是存在就有价值 但人具备意识 能够思考 可以磨炼自己 可以创造 比其他存在更为重大的价值 而这种价值 就在于 能够为社会 为世人 做贡献 积极主动地 为地球 为人类社会 做贡献 有这种愿望 能够为实践这种愿望 而努力 这样的可能性 只有人才会具备 然而 人类却企图征服自然 想要践踏地球上的其他生命 想要统治别的民族 一味的争斗讨伐 在这种情况下 有智慧 有知识 有心性 能思考的人类 将成为地球上最恐怖的存在 人如果仅仅是存在 对宇宙而言 仍属必老 但如果心怀邪恶 那么人就会加害于宇宙 所以 人具备两面性 为了发挥作为人 应有的正面价值 人的心性 思维 智慧 理性 这些精神要素的品质 好坏 就成了关键 让我们转换一下视角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具体的人的诞生 究竟是偶然的 还是必然的 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了 我想人存在的价值 也就明白了 比如 道圣和夫这个人降生于世 存在于此 这是偶然的 还是必然的呢 这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例如 A这个父亲 和B这个母亲 结合生下的C这个孩子 母亲B排出的卵子 与父亲A排出的精子 配对组合可能的数量 大的令人发昏 但只有其中一对 结合诞生了C 从现代人的理性看来 这纯属偶然 从结果来说 似乎属于偶然 但是 我却认为 C这个人 是该生才生的 应该这么考虑才对 我很清楚 我这种说法 一定会被贬 视为荒唐无稽 但是 如果一个人的出生 生存 仅仅是偶然的产物 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价值 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如果只是偶尔被生了下来 那么生也好 不生也好 都无所谓 我想 这是不对的 人应该更有价值才对 如果做一个假设 就是人的价值不高 即便不高 但若我们把人的出生 认定为必然 那么 我们就会产生 提升我们人生价值的愿望 出生乃是必然 天生我才 必有用 抱这样的观点 人生的意义 使命 热情等 才会萌生出来 我认为这样的思考非常重要 如果对这种哲学性的问题 硬要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来剖析 下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 那就是导致蔑视他人价值的 胡作非为 新法第二章 关于宇宙 不仅人 甚至一草一木 对于宇宙而言 都是有价值的存在 如果认同这一点 那么给这种存在 带来必要性的宇宙 又是什么呢 就这个问题 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生于现代 又是理工科出身 所以 为了让自己信服 凡事 我都尽力 采用以科学的合理性 为基轴的思考方法 现代物理学认为 宇宙的形成 开始于150亿年前 基本粒子团块的大爆炸 这个大爆炸被称为 Big Bang 一小撮拳头大小的超高温 超高压状态下的 基本粒子的团块 在大爆炸以后 不断膨胀 变成了现在的宇宙 仅仅一个地球的质量 已经是异常巨大了 然而 太阳的质量 竟是它的33万倍 以太阳为中心 构成了太阳系 另外 与太阳一样的恒星 有一千亿个 分布在银河系中 而规模上 可与银河系 匹敌的银河 在茫茫宇宙中 更是不计其数 超乎想象的 巨大无比质量的存在 遍布在浩渺的宇宙之中 但是 在初始阶段 它不过是 首可勤握的一块 小基本粒子而已 而且 这个宇宙 现在还在继续膨胀 不断伸展 形成宇宙本源的 基本粒子 据说 现在已有几十种之多 但是 在物理学领域内 人们认为 应该能够将它们 归结为 某种终极的 基本粒子 这样的研究 还在继续进行 这种基本粒子 结合形成的 最初的原子 就是氢原子 太阳主要就是 氢原子的团块 由于氢原子的 核聚变 燃烧 产生光和热 在宇宙中 以氢原子为 主体的星球 不可胜数 在宇宙大爆炸时 数个基本粒子 结合成质子 另有数个 基本粒子 结合成中子 还有数个 基本粒子 结合成介子 由于介子的作用 质子和中子 结合形成了 最初的原子核 在这个原子核的周边 还有另外一种 基本粒子 即电子围绕 这就生成了 氢原子 这种最初始的原子 然后 这些氢原子的原子核 互相结合 引起 核聚变反应 因而生成 核原子 这种核聚变 接二连三 反复进行 由此产生质量 更大的原子 产生了 现在元素 周期表上 各种各样的元素 构成了 现在的宇宙 现代物理学 就是这么解释的 这宇宙形成的过程 我想可以称之为 进化 说到进化 一般都会想到 达尔文所主张的 以生物为对象的 进化论 至于无生物的进化 从来没人提及过 而且一般人都认为 无生物是不会变化的 但是 正如前面所述 可以认为 初期的宇宙 曾发生过剧烈的 无生物的进化 那么 究竟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进化呢 经过大爆炸 基本粒子不再保持 它基本粒子的原状 而是结合而成质子 中子 戒子 这是为什么 这些粒子 又为什么结合成原子核 而它的周围 又为什么 非得有一个电子围绕 而形成氢原子 氢原子 又为什么 发生核聚变 而生成氦原子 然后 生出各种各样的元素呢 对于这些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 宇宙间存在着这样的法则 换句话说 从科学的观点看来 存在着一种宇宙的法则 宇宙遵照这种法则 生成发展 但是 我的理解是 与其说 宇宙存在这样的法则 不如说 宇宙间有一种潮流 它让森罗万象 一切事物不是维持现状 而是朝着生成发展的方向 不断运动 也就是促使一切事物不断进化 换言之 比起无机物的法则 这一说法 不如认为 宇宙间存在着一种意志 即促使万事万物生长发展 促进其进化的意志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好 为了便于更多人理解 我用拟人法加以描述 如果有读者不喜欢这种叙述方法 也可以采用宇宙的法则这一说法 本来只有基本粒子的宇宙 经大爆炸之后 产生了各种原子 原子结合成分子 分子演变成各种无机物 接着孕育生命的生物诞生了 一直进化到人类这种高级动物 由这一切构成了现在的宇宙 我的理解是 无机物的进化 生物的进化 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进化 都是在促使万事万物生长 发展进化的宇宙的法则 宇宙的意志的作用下完成的 这种法则 这种意志促成进化 在进化过程中 基本粒子聚合成原子 分子 高分子 生成蛋白质 由此构成DNA 诞生生命 生命诞生之后 进化依然持续 永不停歇 就是这样 促使一切事物 都朝着发展的方向前进 这种宇宙的意志 存在于我们生物之中 同样也存在于石块之中 换言之 宇宙的意志 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 开悟的圣人 用宇宙间遍布着岸 来表达这层意思 也就是说 一草一木 路边的石块 一切的事物中 都存在着爱 宇宙的意志 释迦摩尼的说法是 佛素于万物 所谓佛 就是开悟的状态 换句话说 就是真智 真如 真我的状态 这种真正的智慧的根源 寄宿于万事万物之中 天台宗的教义中 用山穿草木 细节成佛 这句话说明 山也好 河也好 草也好 树也好 所有一切 都内含佛性 伊斯兰哲学的权威 已故 景统俊彦先生 通过冥想 接近了开悟的境地 他这样描绘 他的心境 自己的意识 全都消失了 只剩下自己 依然存在的感觉 于是 凭直觉 我感觉到 森罗万象 一切事物 也都不过是 由存在构成而已 同样 我也不过是一种存在 就是说 随着意识 进入精妙的境界 五官的意识 以及其他所有意识 全都消失了 但又不是 睡眠的状态 在十分清晰的意识之中 自己的存在 以及 所有一切事物 都只是由 存在构成 景统先生 从感觉上 明白了这一点 我认为 构成一切事物的 只能称之为 存在的东西 这就是宇宙的意志 这个宇宙的意志 毋庸置疑 我们每个人都具备 而且 它也同死亡相关 现在 对死亡有三种定义 呼吸停止死亡 心脏停止死亡 脑活动停止死亡 但无论哪一种死亡 都是肉体消灭 这层意义上的死亡 然而 即便肉体消灭 宇宙的意志 这一存在的基础 不会随之消灭 我相信 既然宇宙的意志 是存在的核心 那么肉体的死亡 并不意味着 人真正的死亡 心法 第三章 关于意识 精神医学 这一领域出现以后 意识这个概念 才开始被医学界 所认知 但是 在这以前 关于新的研究 只限于心理学范围之内 并没有进入 医学的范畴 比如 大家现在都认为 精神压力 是导致胃溃疡 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过去 人们却认为 仅仅因为担心 就会出现胃窗口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 现在的医学界 多数人都承认了 精神压力 是胃溃疡的原因 这正是因为 医学界的常识 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 即使没达到 胃溃疡的程度 但因担心焦虑 致使胃部隐隐作痛 这是许多人 都有的体验吧 甚至有人说 因为压力过大 仅仅一周 胃上就开了个孔洞 未必是人的 内脏器官中 最坚韧的部分 它能承受 强烈的胃酸寝食 如此坚韧的胃部 却仅仅因为担心 而遭到破坏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担心 这一意识 使得形成未必的细胞 对胃酸的抵抗力变弱 在强烈的胃酸 也就是盐酸的作用下 细胞遭到破坏 就是说 意识可以破坏细胞本身 这个说法一点也不错 据说 被称为 经营之神的 松下性之助先生 曾经因为担心 经营上的问题 而导致血尿 因此 不限于胃部 我们人身上 多达几十亿个的细胞 都会在我们意识的作用之下 或者活跃起来 或者衰弱下去 虽然肉眼看不见 但是意识 对于人的健康影响极大 所以 听说有一种医疗方法 就是通过改变意识 使病弱者能够提高自己身体内部的免疫力 从而促进健康 所谓科学 已经成了现代社会判断事物的正确的基准 但实际上 这不过是针对物质文明而言的科学 而精神科学 既对于意识和心的研究 还远远不够 还没有建立起 人们普遍认可的判断基准 经常有人对我说 道圣先生 你老讲意识 那是不科学的 不符合常识的 那么科学和意识真的毫不相关吗 不对 现在的科学全都是意识的产物 有人在书中这么强调 比如 正因为有了希望在天空中飞翔这样的念头 才导致意识跃动 促使人不断钻研改进 结果就发明了飞机 这样说来 科学在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种意识 我的观点以此相同 我认为 创造物质文明 创造科学的 原本就是意识 已故的京都大学 名誉教授田中美之太郎先生 是二战以后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 他说 所谓发明 发现 只有在被证实以后 才成为科学 在这以前 它属于哲学的范畴 例如 伽利略提出地动说时 遭到了当时基督教社会的强烈反对 但伽利略却说 即使反对 地球照样在转动 就是说 地球转动这个事实 在被证明之前 它只是某些人所持有的哲学 信仰而已 所以 一切都起源于新的作用 一切都是从意识开始 所以 意识这个东西极为重要 那么 所谓意识究竟是什么呢 从大脑生理学的角度讲 意识也好 意志也好 思维也好 都有脑细胞的作用产生出来 但是 我认为 不仅如此 它还包括 与生俱来的意识和意志 那是人在刚刚出生时 那是人在刚刚出生时就已经具备的东西 我虽然这么说 却无法确切地予以证明 但是 我们观察小孩的发育过程 有时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生物学上 随着孩子的成长和脑细胞的发达 孩子开始有了智慧 能够开口说话呢 但刚刚学会说话之际 他们突然会说出一些父母和周围的大人们从没有教过他们的话 三岁左右的小孩怎么会那么少年老成 父母很惊讶 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 我的解释可能会被认为不科学 但我的推测是 小孩除了有脑细胞的发育而产生的意识 以及有经验过学习而获得的知识之外 还有小孩原本就有的东西 后者让小孩说出了让大人惊奇的话 通常我们因为脑细胞的作用而动嘴说话 但偶尔也会因为原本就有的东西刺激脑细胞 而让话语脱口而出 我想这种情况也应该存在 那么所谓原本就有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前文中已经谈到 我认为在人类的根源中存在着宇宙的意志 在这种意志的作用下会发生轮回转生 人们在过去世代经验过的意识会被承洗下来 这就是所谓原本就有的东西 现世积累的经验知识作为意识被继承 寄宿于A和B这一对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而成的生命之中 这种意识深藏不漏不会轻易表现出来 但是由于某种契机它又会像间歇拳一样时而喷涌而出 小孩讲出没人教过的话 我想这种现象的发生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是这样 那么狼心谴责狼心发现 这种说法也能得到解释 人在现世从生到死积累了经验 而脑细胞对这些经验做出反应 人才有了喜怒哀乐的行为 与此相对应 从过去世代积累的原本就有的东西 在这里也可以认为是从过去世代继承来的人格 会发出疑意 喂 你这么做不对啊 于是脑细胞中的意识就会做出反省 啊 是错了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良心谴责 良心发现 在宇宙的意志之上 加上过去世代造就的人格 再加进现世积累的经验 三者的综合我将称之为意识体 意识体在肉体灭亡 一般称之为死的时候 从肉体中脱离出来 在迎来死亡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我 你在现世干了什么 我该怎样回答呢 我创办了经词 把它做成了一个大企业 这样的答案对于意识体而言 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肉体已不复存在 哪怕拥有几千亿的财产 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人生在世时 所塑造的人格 人性灵魂意识体 它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失 你一生努力不懈 不断提升自己 以致拥有了如此高尚的人格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 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就是说 我们活在现世的目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人格 提升人格这句话 用别的词汇表达的话 可以是 纯化心灵 美化心灵 塑造风郁的同情体量之心等 但我认为最贴切的表达 就是提高心性 这样 人生就可以用一句话表达 人生就是提高心性的过程 因此 不管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不管人患病还是健康 所有的一切 后面还会详细阐述 都是创造宇宙的造物主 为了提高我们的心性 而赐予我们的修炼的场所 佛教称为修炼的道场 如此而已 我们在现世的一切体验 都是宇宙造物主为了塑造我们的人格 变着手法 给予我们的考验和锤炼而已 比如 对于开始创业的人来说 最大的期待 莫过于事业走上轨道 公司不断壮大 那么 如果事业失败 公司倒闭 他就是人生的败者吗 我认为不是 失败乃是造物主为了提升他的心性 而给予他的严酷考验 看他能不能在痛苦的深渊中再度崛起 有的人经受不住这种考验 被失败和痛苦所压倒 精神崩溃 或者自暴自弃 甚至靠偷盗他人的财物 借以苟延残喘 有人甚至走向极端 以自杀告终 但也有人从正面接受失败的悲剧 更加努力 不懈奋斗 由此提升了自己的人格 不仅失败是考验 其实成功也是一种考验 造物主 故意让你成功 借以测试你的人格 成功了就得意忘形 傲慢不逊 这种人因为成功而堕落 俗不可耐 另一种人 却领悟到成功 并不是只靠自己个人的力量 因而更加努力 在这过程中 继续提升自己的人格 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都是宇宙的造物主 给予的考验 造物主正在注视着你 看你如何应对这些考验 不管成败 都能凭借造物主提供的考验机会 塑造自己美好心灵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圣者 相反 经不住这种考验的人 就是败者 美国著名的残障教育家 海伦凯勒 背负着失明 失聪 失语 三处苦难 一般说 他如果怨恨父母 怨恨命运 甚至怨恨上帝 也不为过 与他相同境遇的人 或许会悲叹 我不曾做过坏事 为什么单单让我遭死不幸 他们诅咒周围的一切 以至含恨而终 但是 海伦凯勒 却毫无怨恨 不仅如此 他还以无比顽强的毅力 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他怀着大爱 却帮助比自己 更为不幸的人们 他塑造了自己伟大的人格 如果你读过残障作家 乙武阳匡先生写的 《无体不满足》的书 你会发现 乙武先生的个性 充满阳光 他的父母很了不起 而他本人的灵魂 更是光芒死舍 一切都向善的方向思考 顽强奋斗 绝不服输 宇宙的造物主 给了人各种各样的考验 看他怎样接受考验 怎样提升心性 怎样存化灵魂 这样看来 人生确实就是为了修炼心灵 而建立的道场 释迦摩尼用诸行无常 这句话来描述人生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千变万化的 新的考验会不断的降临 因此释迦摩尼说 人生极苦 释迦摩尼所说的苦 正如前面提到的 他不仅指失败和苦难 也包括了成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成功也是一种苦难 人们应该做出努力 将这种类型的苦难 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不理解这个道理 成功而不知足 依然在欲望的泥潭中 沉迷挣扎 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新法第五章 关于欲望 有人说人有原罪 这与人是最有价值的存在 似乎相矛盾 但绝非如此 佛教认为 罪行的根源在于烦恼 其中六大烦恼分别是 贪 称 吃 慢 宜 贱 首先是贪 就是一切都想 具为己有的贪婪之心 所谓称 就是不管他人的感受 我行我素 稍不如意 就发火动怒的浅薄之心 所谓吃 就是把变化无常的世界 看作一成不变 当自己的幻想破灭时 就发牢骚 鸣不平 对佛的智慧 一窍不通的 愚痴之心 所谓慢 就是傲慢不逊之心 所谓疑 就是对施加摩尼 宣导的 真理抱有的怀疑之心 所谓贱 就是总从负面 看待事物之心 这六大烦恼中 有以贪 称吃 是人间烦恼之根源 称之为三毒 施加摩尼所说的六大烦恼 原本是人生存之必须 缺乏它们 人就不能维护自己的肉体 例如疑 就是多疑 疑心大 换言之 就是小心谨慎 原始时代 缺乏尖牙利爪的人类 为了在丛林中生存 需要警觉 需要小心从事 以防患于未然 这是极其重要的 还有 有食物时就要吃足 因为下次 不知何时才能补到猎物 运气不好 就可能饿上十天半月 因此 不但要吃今天的份额 最好把明天的也一起吞下 这就是所谓贪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可以说 烦恼原本是造物主赐予人类的智慧 为的是让具备肉体的人类能够维持生存 但在这烦恼之上 造物主又给了人类自由 这两者相加 人类就可能作恶 因为是自由 就可以任意发挥 百分之百自作主张 干什么都无所顾忌 任凭本能和欲望 趋势 胡作非为 人具备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无节制的使用自由 就会成为失控的 无法驾驭的人 放任欲望的自由行动 就是造恶 因此 必须适当的意志自由 以免造恶 佛教称之为持戒 除此之外 还有不失 就是帮助他人 这也是施加摩尼所倡导的 这种行为与造物主原本就具备的爱相吻合 造物主关爱宇宙万物 促使其生长发展 用持戒来抑制自由 防止作恶 用不失来帮助关爱他人 这样就能成为菩萨 相反 听凭自然 放任欲望 去自由行动 就会变成恶魔 可见 人具备两面性 既可以成为大慈大悲的佛 也可以成为穷凶极恶的魔 所谓现世 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 修行的目的 就是净化 具备上恶两面的人心 通过修行 提升人性 塑造美好的人格 这就是人生的目的 但是 因为人 既有烦恼 又有自由 如果放任不管 就很容易坠入 极恶非道 为了防止堕落 释迦摩尼提出了 六波罗蜜 这一套修行的方法 帮助人们提升心性 走进菩萨道 六波罗蜜 第一条是刚才讲的布施 接下来是持戒 第三条是忍辱 所谓忍辱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可谓波来乱涨 千变万化 忍受这样的变化 不动如山 就是塑造人的心灵 人事无常 一切都在变迁流转之中 或有灾难降临 或遭病魔侵扰 人难免品尝苦难 要忍耐 承受得住 这很重要 第四条是精进 一切生物都在拼命求生存 人类也应该勤奋 放眼自然界 植物也好 昆虫也好 没有哪种生物 是懒惰懈怠的 即使是路边的杂草 无论在盛夏的酷暑中 还是在隆冬的严寒中 都在顽强的生长 只有人类是例外 一有机会就想偷懒 就想玩乐 自然界所有动植物 都朝气蓬勃 努力成长 我们人类也该不遗余力 拼命奋斗才行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努力实践这四条 然后腾出一点时间来坐禅 介意整理自己的心绪 这就是第五条 禅定 做到这五条 就能最终达到智慧 领悟宇宙的真理 这就是施迦摩尼的教会 如前所述 提升心性 直至离开人世 这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施迦摩尼 要人们向开悟的境地迈进 但开悟的境界无比高远 能够一举达到开悟的人 何其幸福 但这样的人恐怕只有数百万分之一吧 不过 反正不可能开悟 努力不努力不是一样吗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依我看 施迦摩尼期待的 是人们尽可能净化自己的心灵 哪怕是净化一点点 因此 在死亡到来之前 让自己的心灵一步一步变得更加美好 这才是重要的 具体的说 在死亡时 就是意识体从肉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 得到人们的称赞 他是个好人 他的人品真好 成为这样的人 才是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目的 在临终之前 人格品性提升了多少 这才是重要的 高尚的人格 才是人生的勋章 事业成功也好 有学问 获得博士称号也好 在组织内 身居高位也好 其实 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这样思考 我们的心情 也会变得轻松 哪怕贫穷 哪怕患病 只要把自己的心 沉住 平静下来 努力去提升一点心性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般来说 贫困和病患 会让人心烦意乱 消极沮丧 但是穷有什么关系 一日三餐 不是还是有饭可吃吗 只要这么一想 就能一举改变人生观 生存的勇气 奋斗的精神 就会油然而生 相反 有的人适逢优越的境遇 却精神贫瘠 整天担忧自己的财产 是否减少 这种人毫无价值 毫无魅力 他与真正的人生目标 相差十万八千里 有人说 人有原罪 这与人是最有价值的存在 似乎相矛盾 但绝非如此 佛教认为 罪行的根源在于烦恼 其中六大烦恼分别是 贪 称 吃 慢 疑 贱 首先是贪 就是一切都想具为极有的贪婪之心 所谓称 就是不管他人的感受 我行我素 稍不如意 就发火动怒的浅薄之心 所谓吃 就是把变化无常的世界 看作一成不变 当自己的幻想破灭时 就发牢骚 鸣不平 对佛的智慧一窍不通的 愚痴之心 所谓慢 就是傲慢不驯之心 所谓疑 就是对施加摩尼宣导的 真理抱有的怀疑之心 所谓贱 就是总从负面看待事物之心 这六大烦恼中 有以贪 称吃 是人间烦恼之根源 称之为三毒 施加摩尼所说的六大烦恼 原本是人生存之必须 缺乏他们 人就不能维护自己的肉体 例如 疑就是多疑 疑心大 换言之 就是小心谨慎 原始时代 缺乏尖牙利爪的人类 为了在丛林中生存 需要警觉 需要小心从事 以防患于未然 这是极其重要的 还有 有食物时就要吃足 因为下次 不知何时才能补到猎物 运气不好 就可能饿上十天半月 因此 不但要吃今天的份额 最好把明天的也一起吞下 这就是所谓贪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可以说 烦恼原本是 造物主赐予人类的智慧 为的是让具备肉体的人类 能够维持生存 但在这烦恼之上 造物主又给了人类自由 这两者相加 人类就可能作恶 因为是自由 就可以任意发挥 百分之百自作主张 干什么都无所顾忌 任凭本能和欲望 趋势 胡作非为 人具备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无节制的使用自由 就会成为失控的 无法驾驭的人 放任欲望的自由行动 就是造恶 因此 必须适当的意志自由 以免造恶 佛教称之为持戒 除此之外 还有不失 就是帮助他人 这也是释迦摩尼所倡导的 这种行为 与造物主原本就具备的爱相吻合 造物主 关爱宇宙万物 促使其生长发展 用持戒 来抑制自由 防止作恶 用不失来帮助关爱他人 这样就能成为菩萨 相反 听凭自然 放任欲望 去自由行动 就会变成恶魔 可见 人具备两面性 既可以成为大慈大悲的佛 也可以成为穷凶极恶的魔 所谓现世 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 修行的目的 就是净化 具备上恶两面的人心 通过修行 提升人性 塑造美好的人格 这就是人生的目的 但是 因为人既有烦恼 又有自由 如果放任不管 就很容易坠入极恶飞道 为了防止堕落 释迦摩尼提出了 六波罗蜜 这一套修行的方法 帮助人们提升心性 走进菩萨道 六波罗蜜 第一条是刚才讲的布施 接下来是持戒 第三条是忍辱 所谓忍辱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可谓波来乱涨 千变万化 忍受这样的变化 不动如山 就是塑造人的心灵 人事无常 一切都在变迁流转之中 或有灾难降临 或遭病魔侵扰 人难免品尝苦难 要忍耐 承受得住 这很重要 第四条是精进 一切生物都在拼命求生存 人类也应该勤奋 放眼自然界 植物也好 昆虫也好 没有哪种生物 是懒惰懈怠的 即使是路边的杂草 无论在盛夏的酷暑中 还是在龙冬的严寒中 都在顽强的生长 只有人类是例外 一有机会就想偷懒 就想玩乐 自然界所有动植物 都朝气蓬勃 努力成长 我们人类也该不遗余力 拼命奋斗才行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努力实践这四条 然后腾出一点时间来坐禅 介意整理自己的心绪 这就是第五条 禅定 做到这五条 就能最终达到智慧 领悟宇宙的真理 这就是施迦摩尼的教会 如前所述 提升心性 直至离开人世 这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施迦摩尼 要人们向开悟的境地迈进 但开悟的境界无比高远 能够一举达到开悟的人 何其幸福 但这样的人恐怕只有数百万分之一吧 不过 反正不可能开悟 努力不努力不是一样吗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依我看 施迦摩尼期待的 是人们尽可能净化自己的心灵 哪怕是净化一点点 因此 在死亡到来之前 让自己的心灵一步一步变得更加美好 这才是重要的 具体的说 在死亡时 就是意识体从肉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 得到人们的称赞 他是个好人 他的人品真好 成为这样的人 才是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目的 在临终之前 人格品性提升了多少 这才是重要的 高尚的人格 才是人生的勋章 事业成功也好 有学问 获得博士称号也好 在组织内 身居高位也好 其实 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这样思考 我们的心情 也会变得轻松 哪怕贫穷 哪怕患病 只要把自己的心 沉住 平静下来 努力去提升一点心性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般来说 贫困和病患会让人心烦意乱 消极沮丧 但是穷有什么关系 一日三餐 不是还是有饭可吃吗 只要这么一想 就能一举改变人生观 生存的勇气 奋斗的精神 就会油然而生 相反 有的人 适逢优越的境遇 却精神贫瘠 整天担忧自己的财产 是否减少 这种人毫无价值 毫无魅力 他与真正的人生目标 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谓意识 凝脸颊时感觉痛 就是意识 这是因为脑细胞 捕捉到皮肤表面神经的反应 产生了痛这一意识 人既有这种 附属于肉体的意识 正如前面所述 人还有原本就具备的意识 即所谓过去式 前式的意识 记忆 一般认为 所谓记忆 就是脑神经元中 储存的信息 这是真的吗 有一次 参加小学同学会 有位同学说 五十年前的某月某日 你做了这样的事 他甚至记得当时老师的表情 这让我很吃惊 据说 这些信息 都存储在脑神经元之中 或许如此吧 我一边这么想 一边心生一动 这是真的吗 不管怎么说 随着岁月的流逝 脑细胞的数量会减少 作为有机物的神经元 却能保持五十年 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那么 这个记忆 是如何存留下来的呢 我认为 我认为在脑细胞里反映的信息 渗入到了刚才讲到的意识体内 因而被承洗下来 就是说 记忆不断在意识体内积累保存 直到临死为止 说到前世 意识体 灵魂 有人会皱眉头 但我相信 灵魂的存在 而且我认为 当肉体死亡时 灵魂 或者说意识体 就会从肉体中分离出来 意识不会同肉体一起消亡 它会存在于 一个同肉体不同层次的空间之中 如果用电脑打比方 我们就容易理解意识体是什么 电脑只靠硬件无法驱动 必须要有软件 对于人而言 肉体是硬件 只有意识体这个软件注入以后 人才会发挥人的功能 另外 意识犹如电波一样向外发射 自古以来就有所谓 以心传心的现象 还有心灵感应 不及预感等说法 但是 意识的确切形态 却无法描述 离开肉体后的意识体 去往何方 那个去处也不得而知 然而 因为意识体 是同宇宙的意志相同的存在 所以可以想象它遍布于宇宙之中 还可以考虑 从肉体中分离出来的意识体 通过转生 由另外的肉体来继承 我频繁地使用意识体这个词语 其实可以把意识体与灵魂看作是一回事 那么 为什么 我还要特地使用意识体这个术语呢 因为灵魂这个说法过于抽象 并容易引起误解 另外 有关在肉体死亡后 意识体脱离肉体的情形 在记载 《宾死体验》的书籍文章中 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人临死的时候 从上面 俯视自己躺在床上 医生触摸着自己的身体 宣布说 已是临终弥留 周围的亲人开始哭泣 我还活着 你们哭什么呢 说着这话 自己突然就苏醒过来 这样的事例并不显见 虽然无法用科学加以证明 但因为这种情况 多有发生 不能一概予以否定 实际上 在我的熟人中 就有经历过 冰死体验的人 有天深夜 他突然心脏病发作 他夫人急忙叫来救护车 将他送进医院 当时 他的心脏 已经停止跳动 连续用电击刺激 第三次时 终于让他起死回生 第二天一早 得知阴性的我 立即去医院看望 当时 病人的意识 已十分清晰 知道他已无大碍 我说了一句 很危险啊 他就给我描述了 他的冰死体验 在家里 突然感到不舒服 倒下 接着被搬上急救车 送进医院 心脏停跳 在重症急救室 为了让心脏恢复跳动 医生护士紧张抢救 整个过程他都记得 特别有意思的是 他讲了下面一个情节 开始时很难受 他慢慢感觉轻松起来 当自己意识到时 发现自己正在花园散步 而你迎面向我走来 对我说 你在干什么呢 我迅疾惊醒 这时正好因电击心脏 跳动起来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体验 因心脏病发作而晕倒 心跳停止 按常理讲 这时就没有了意识 然而他却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理由 让我相信在肉体之外 还存在意识体 这个结论并不荒诞 理由还不止于此 再比如 在现代医学中 还使用催眠疗法 对患者施以催眠术 就可以增强患者的自愈能力 或缓解他的疼痛 或提高其免疫力 在催眠治疗方法中 有一种回溯催眠 就是在催眠状态下 让患者的意识向过去追溯 这是一种心理疗法 有这样的例子 在回溯催眠的作用下 人的意识回到自己出生的时刻 感觉到在通过母亲的产道时的状态 甚至意识到当时的疼痛难受 有的催眠实验 还让人追溯到了生前 也就是前世的状态 在记载这种事例的书 书中描写了在催眠的状态下 有人非常清楚地 回想起前世的情况 例如某人从来没去过希腊 他却回想起自己曾经是希腊人 在催眠状态下 他居然说起了古希腊的语言 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证明保存前世经验的意识体 确实存在 否则上述现象就无法解释 还有一个关于灵能者 能够与灵魂的世界接触交流的人的故事 说到灵能者 人们往往会觉得怪异而无法置信 但此人不仅是文学博士 还是神社的最高负责人 据说他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当他的意识进入高度集中的状态时 他就能看到一个人的前世 有一次 他的某个信徒烦恼不堪 原因似乎在前世 为了帮助此人解脱烦恼 他就运用了这种能力 他描述了此人的前世 此人在某时某地 曾是某个姓氏的豪门贵族的一员 在某次大战中杀了人 因而招致了今天的灾火 但是不管他讲的如何活灵活现 却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的一套说辞 因为他提到的那个遥远的战争 并没有历史记载 然而过了几年 在建造高速公路挖掘的施工现场 却发现了这位灵能者 所描述的那场战争 所在地的城墙及遗迹 因为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 所以当地史学家们大为震惊 由此该地的地方史上 添加了新的遗业 如果不存在包含前世的一师体 那位灵能者 就不可能说出如此神奇的故事 再举自己身边的例子 我也是一位父亲 有时听孩子说话 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家的孩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简直难以置信 在体型上遗传了父亲的某些特征 脸型五官亦有相似之处 甚至言谈习性也有些雷同 但是偶尔孩子会说出 跟父母的感觉完全相反的一响天开的话 这是我家的孩子吗 我甚至产生这样的怀疑 这类事情忽隐忽泻 另外我有三个孩子 三人的性格却迥然不同 这也让我纳闹 养育的过程相同 脾气性格却不同 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微小的差异 而是根本的不同 有的小孩生性急躁 有的却是稳重沉着 落落大方 让人难以相信 他们会是亲兄弟 还有所谓乌鸦窝里 飞出金凤凰 生出了能力大大超越父母的孩子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 拥有前世经验的意识体 渗透进了婴儿的体内 人死以后将会怎样 关于这个问题 三十多年前 有一位京都大学的老师 写了一本书 他认为 人死之后的所谓灵魂 像病菌一样浮游于空中 有的人家 孙子的外貌 酷似过世的祖父 就是因为那种浮游的物质 进入了孙子体内的缘故 这种说法虽然有趣 我却不予惨信 人在今世 在活着的时候 遭遇各种各样的试炼 这些经验都储存在意识体内 当这个人死了之后 他的意识体就会转生到另一个人身上 这是我的观点 为什么转生 因为在今世 塑造的人格还不够圆满 有必要在下一个来世 继续磨练 例如 某个意识体 投胎于一富人家的孩子身上 这孩子从小就养尊处优 不但没受过挫折 没经过考验 而且要什么有什么 任性放肆 结果烦恼缠身 死亡时的人格比出生时还要糟糕 这时候 这个意识体就会再次投诉于一个新的生命 重新来到现实 进行新的修炼 重复这样的循环 不断提升人格 慢慢接近神佛 心灵的纯美达到了如来的境界 提升到这么高的水准 就佛教的说法 不需要再轮回转生了 可见 意识体这个东西 不是在今世这个我身上就终结了 它还会转移到下一个重新转生的自己身上 因此提升自己的心性 品格和人格 不仅是对今世的自己负责 而且是对来世的一代负责 现在的科学家都认为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正确的 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 动植物在进化过程中 由于突然变异 产生各种个体 其中最能适应环境的个体 存活下来 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却想对上述观点提出疑议 日前 我有机会与京都大学的原子物理学 宇宙物理学的老师们交换意见 他们果然无不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 当时我以昆虫的拟太为例 谈了我的观点 有的昆虫看起来 酷似 枝叶或树枝 进化论认为 某种昆虫 由于突然变异 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个体 其中最适应环境的品种 生存下来 但我的疑问是 变异未必变得像枯叶 即使像 怎么能像到那种程度呢 老师们想以概率的观点 回答我的问题 他们说 在超乎想象的漫长的时间 和广阔的空间中 这样的变异是可能的 针对他们这种说法 我提出反驳 昆虫面对天敌 生命悬于一线 出于求生的 强烈的欲望和意念 作为自救的方法 他们希望自己 能伪装成枯叶 难道不正是昆虫 这种求生的意识 才促进了DNA的变异吗 前文提到 科学的进步 是科学家先驱们 想做这个 想搞成那样的意识活动 导致的结果 如果科学家 也是意识的产物 那么生物的进化 不也可以看作 一时的产物吗 有的分子生物学家认为 DNA就是利己的 一心只想让自己的品种 存活下来 但问题在于 因为外界的某种刺激 遗传基因的排列 突然发生变化 仅仅用这种偶然因素 来解释物种的进化 这说得通吗 由于某种偶然因素 引起DNA排列 稍许变化 因而患上癌症 这种情况 或许不可否认 但因为意识的作用 而促使DNA排列 发生变化 从而引发癌症 这也是事实 我的观点是 DNA的突变 并不是仅仅基于 外部的因素 意识体 意识这种内部的因素 也会导致DNA的突变 比如 大象的鼻子很长 进化论的解释是 偶然出现了 鼻子很长的大象 因为这种大象 适应环境 所以生存下来 那么 同大象处在 同样环境下的 其他动物的鼻子 是不是也应该很长呢 事实上 只有大象 长了个长鼻子 再看看大象 用鼻子 把青草 送进嘴里的样子 好像并不方便 似乎很难说 这就是适应了环境 感觉上 它不一定 需要那么长的鼻子 所以我认为 是大象自己 希望鼻子长 才长了个长鼻子 长颈鹿 也一样 如果只有长脖子 才能适合环境 才能吃到大树的叶子 那么同一地区的 其他动物 也该同长颈鹿一样 有个长脖子 才对 但整个非洲热带草原 长脖子的 也只有长颈鹿而已 人类的世界 也一样 想这样做 想做成那样 这种意识 带来了进步发展 此外 还有所谓 职业脸 刑警 有刑警的目光 小偷 有小偷的眼神 就是说 职业意识 改变人的相貌 不仅如此 小时候 大人告诉我 相由心生 心不干净 连面相 也会变丑 这里的心 我用意识体 这个词来表达 我认为 意识 甚至可以改变DNA DNA的改变 有的时间较短 有的需要长期的演化 昆虫的拟态 大象的长鼻子 长颈鹿的长脖子 应该是长期意识的 影响促成的 我的这种观点 明摆着 是从正面挑战进化论 难辩被扣上 不科学的帽子 但是 我认为进化论 未必正确 而且 我认为现代科学 并不能解释 所有的事物 进一步说 现代社会 只重视科学 只习惯于 用科学 去解释事物 为了人类 变得更好 为了创建 更理想的社会 我们应该具备 怎样的思维方式 应该建立 什么样的 哲学规范 这么重大的问题 却无人问津 把是否符合科学 作为第一原则 仅仅局限在 这一框架内 思考问题 事实上 是行不通的 思考的角度 应该是 对于人类 对于宇宙 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是必不可少的 但现在 从这一角度 出发的讨论 完全没有 即便有人提出 这种意见 也立刻遭到否定 被批判为 不科学 然而 现代科学 能够推导出 绝对的真理吗 举例来说 最初发现原子时 科学认为 最小的物质 是原子 但到发现 基本粒子时 原子最小的结论 被推翻 后来 随着研究的进展 又说 夸克 是基本粒子中 最小的物质 这个粒子表明 即使已被科学 证明的真理 随着科学的发展 也可能被否定 因此 所谓科学 不过是 现阶段 所认知的 范围内的事实 它既不可能 正确地 解释一切事物 也不代表 唯一的真实 拥有博士头衔的 麻醉专家 青山闺秀先生 在他的著作中指出 科学还不能解释 麻醉的激励 使用某种药物 能使意识停止 但却不能说明 为什么 这种药物发生作用 是确凿的事实 因而 人们认为 这是正当的医疗行为 但其中的原因 在理论上 还无法说清 麻醉可以让人 不感到疼痛 而痛觉 是人最直接的 一种感觉 在构成意识的 基本层次上 药物发生了 麻醉的机能 但科学至今 仍然不能说明 其原理 精神疗法中 听说使用 抗抑郁的药物 可以达到 类似的效果 另外 听说有实验证明 用面粉 代替感冒药 给患者服用 竟有三分之一的人 治愈 这说明 吃药就能治病 这种意识 让他们恢复了健康 上述意识的功能 现代科学 还不可能解释 科学界 在现阶段 不仅无法用自己的方法论 来证明意识的作用 而且 当有人提出意识功能的问题时 就一概 赤之为不科学 这难道不可笑吗 还有 许多局部之和 不等于整体 许多小的事实被确认了 被论证了 具备科学性 但将它们累积起来 未必能够说明全体 正如一部机器的每个零件 都制作精细 将这些零件装配成机器时 机器一定能够顺利运转呢 答案是不一定 制造机器 先要从整体上考虑机器的结构 由此看来 在思考人类和宇宙整体的时候 就需要站在 造物主的视角上观察 只在局部上精雕细科 绝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整体 现在的科学 或者说现在的学者 他们往往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只论述局部 而迷失了整体 所谓造物主的视角 就是观察和把握全局 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人类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我认为这一点 是现代社会最为必要的 新法第八章 关于人的本性 人性是善的吗 常常有人提这样的问题 性善说和性恶说 两种观点会进行辩论 但我认为 人的本性既不是善 也不是恶 前文谈到 人借着肉体降临尘世 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存 人被寓与了六大烦恼 同时 人还拥有自由 烦恼产生于欲望 在原始时代 放在第一位的是吃 没有粮食就无法为生 所以自己能吃饱 能给自己的家族足够的食粮 这就是基本的幸福 然而 人不能单独生存 或只和自己的家庭一起生活 无论丛林还是社会 都有邻居旁人 因为大家都拥有自由 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 旁人或许会来抢夺自家的粮食 如果这样 为了自己获得充足的食粮 为了自己的幸福 人就会依据欲望的冲动 采取行动 陷他人于不幸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把这种可能性付诸实行就是恶 因为有自由 所以可以为所欲为 剥夺旁人的自由 在强调自己自由的同时 陷他人于不自由的境地 人就因为有自由 而在不知不觉中 伤害他人 对他人作恶 所谓最大恶极之人 大体上 都是将自己的欲望 极度扩张 一位强调自身自由的人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人 作恶的可能性极高 而且本人并没意识到自己在作恶 这就更可怕 更难以对付 赤裸裸的依本能形式 自由过了头 必然作恶 释迦摩尼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提倡 要抑制本能 要抑制欲望 要懂得知足 要持戒 遵循释迦摩尼的教会 能够抑制自己的本能 欲望的人 就是不作恶的人 不仅抑制本能和欲望 而且积极帮助他人 有助人为乐精神的人 就是为善的人 结论是 人依据思想和行为的不同 既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 也可以向坏的方向发展 换句话说 人只要活着 因为具备自由 就有作恶的充分的可能性 同时 只要能抑制自己 就会不仅不作恶 而且可以行善 因此 需要超越性本善 性本恶的概念 需要理解 手握自由的人 因运用自由的方法不同 既可作恶 也可作善 想要提升心性 抑制欲望 积极地为众人服务 人就会变善 如果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努力持戒 努力利他 努力提升心性 就会不断朝善的方向发展 正如本书一开头所述 人只要存在 就有价值 即使做了坏事 仍然有价值 但是 这种价值 只是作为构成宇宙一部分的价值 即同无生物 植物 动物 同一层次上的价值 在植物中 也有像藤蔓那样 只顾自己生长 覆盖在其他植物之上 遮住阳光 使被攀附的树木枯死 动物中也一样 食肉动物 为了自己的生存 要练食别的动物 为了保护自己 而牺牲对方 但这却不能算是真正的恶 他们只是分别拼命求生而已 并未考虑到 对其他生命的影响 作为自由觅食的结果 牺牲了其他的生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 因为自由 可以在自然界拼命求生 但这对于被牺牲的对象而言 是做了恶 持这种看法 也未尝不可 而人类 现在对地球 对其他动植物 因为过分滥用了自由 正在遭受自然环境 这个巨大存在的严厉的报复 或者说更大的惩罚还在后面 包括环境问题在内 我们似乎听到了地球的呼声 觉醒吧 人类 前面提到过 人类具备思考能力 具备心智 人类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存在 这个说法并不过分 人类律于万物之巅 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人类的思想 行动 对世界万物有巨大影响 如果思想不对 行动错误 将会给地球母亲 带来巨大的伤害 现在 对人类的要求是 作为最有价值的存在 感到自豪 并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 然而 在现实中 人类却没有承担起责任 践踏别的存在 杀掠其他动物 破坏自然环境 为什么人类会如此若无其事的 大干坏事呢 我觉得 人类不过是 和其他生命 其他动物相同的存在 这一观点 从结果来说 是贬低了人类的价值 必须再三强调 人类是最有价值的存在 在为此感到自豪的同时 要清醒地认识到 人类的责任 我们必须改变 对我们人类自身的认识 许多已经觉醒的人 已在开始敲响警钟 好不容易来世上走一趟 为社会 为世人 尽点力吧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愿意积极地为社会做贡献 人类是能够通盘考虑地球整体的 唯一的生物 其他动植物都没有这种能力 因此 人类作为最有价值的存在 必须承担使命 为地球 为人类努力奉献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欧洲 一般的人都认为 世上存在神灵和恶魔 恶魔干坏事 神灵救人 社会就是在 上恶两者的较量中形成的 我在小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但有一天 我突然冒出一个疑问 那么伟大的神灵 为什么会制造出恶魔呢 有一种说法是 恶的存在 是为了从反面教育人 告诫人 但是 既然具备纯粹而美好心灵的存在 就是神灵 那么应该让善充满世界才对 为什么必须有恶呢 这个疑问 长时间内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 某一天 我忽然想到 恶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阴影吗 这么一想 一问就随之解消 恶不是原本就有的 人为了自己的生存 有时会不择手段 结果自己制造了恶 那么是什么 制造了恶这个阴影呢 我认为 制造了恶的是自由 人之所以为人 之所以能发展进步 基本的要素就是自由 就人的本质而言 自由极为重要 但正是这个最重要的自由 实际上恰恰是我们人类造恶的原因之一 前面已经提到 人为了扩张自己的自由 不惜剥夺他人的自由 在强调自身自由的借口之下 制造出罪恶的阴影 可贵的自由 却因为使用的方向不对 而造出了罪恶 这如何理解呢 打个比方 厨房的菜刀 也可以做杀人的工具 但是菜刀本来是用来切菜的 因此对自由本身 我当然是肯定的 但我以为 人在行使自由这项权力的时候 必须慎重 必须小心 说到这里 我不禁想起当今社会上出现的乱象 简直不可思议 17岁少年的杀人事件 居然连续发生 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事件 成了家常便反 看到媒体的报道 不免让人黯然神伤 但是 这不只是日本的问题 在美国 小学生挟枪在校园射杀同学的案件 时有发生 这是所谓先进国家共同的问题 为什么天真的孩子会燃制凶恶的犯罪呢 这是因为现代的孩子贪图自由 喜欢滥用自由 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不懂得抑制自己的欲望 其结果就制造了罪恶 物质文明发达了 社会富裕了 在优越的环境中 对孩子不加管束 养成了他们放任骄纵的习惯 我认为 这才是小孩动恶念 干坏事的原因所在 要面对并解决这样的问题 最需要的是觉悟 释迦摩尼为了让人觉悟 让人提升心性 提出六波罗蜜的修行方法 这在前面谈到 要为他人尽力 不失 要知足 要遵守戒律 持戒 要忍耐 有韧性 忍辱 要努力工作 精进 要把心沉住 保持心境平和 禅定 这样做了 就能进入物境 智慧 其实 早在释迦摩尼诞生之前 自然界就已经把这些道理交给了人们 我们人类曾辗转于森林和荒野 为自己和家族采集食粮 捕捉猎物 从那个时代开始 到畜牧 到畜牧农耕时代 人类一直处在生存的危机之中 与危机朝夕相反 如果捕不到猎物 就会连续三四天 忍饥挨饿 到了靠农业为生的时候 虽然人们的生活比狩猎时代安定了许多 但是碰到连续干旱 赤日如火 人们依然会陷入激进 饿死的人往往不计其数 这样的生存危机十分常见 处在如此残酷的自然环境之中 必须拼命的劳作 也就是精进的重要性 人们自然就能懂得 并把它看作不变的真理 当干旱 大雨 台风等自然灾害来袭的时候 人们会感受到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经验中 人们体会到 不会总是风调雨顺 灾难来时要忍耐 学到了忍辱 再有 粮食丰收时 不能任意挥霍 必须节制 必须储备 以防不时之需 这就是智慧了 还有 因为我们自己会有苦难的时候 所以见到邻人有难 就会出手相助 这也是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 人们学到的道理 例如在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 保持着一种习惯 就是每当有好吃的东西到手 总会和附近的熟人一起分享 这是一种类型的不失 这样的习惯 都是大自然教育的 人们通过这样的行动 塑造自己的心灵 结果就是不再为非作胆 不制造罪恶 但是 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 人们渐渐忘记了 大自然教育的真理 2500年前的印度 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因此 释迦摩尼才将六波罗密 这样的生存智慧 作为佛教教义 传授给众人 现在的日本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经济富裕了 人们即使不拼命工作 也能够过上普通的生活 于是 与其正式就职 受到约束 不如当自由职业者 想工作时才工作 其余时间 用来休闲玩乐 什么精进 什么持戒 通通与我无关 更不必提什么忍辱了 连想都没想过 抱这种人生态度的人 越来越多 这样 塑造人们心灵的行为 全部遭到了否定 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里 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 应该不会像日本这么多 因为贫困 所以孩子从小就不得不帮大人做事 就是说 贫困的环境磨练了孩子的心灵 联合国的儿童权力公约主张 让儿童参加工作 是无视人权的行为 必须保护儿童的人权 这当然有它的意义 但我认为 另一方面 关于自然界 举于人 试炼的重要性 我们也应该认真考虑 少年恶性犯罪的另一个原因 是在战后的教育中 过分强调了 自由才是重要的 这么一个理念 前面讲过 存在着对自己是自由 对他人却是作恶 这样的情况 但战后的教育 对这个道理只字不提 特别是最近 自由最重要 必须尊重孩子的自主性 这种论调 已经作为教育方针 贯彻执行 然而 对于个性 远未成熟的幼儿园的孩子 就讲什么尊重自主性 这就等同于鼓励孩子 以自我为中心 我行我素 为所欲为 我认为 这种教育的结果 就培养出了 长多大 也不懂得 抑制自己欲望的孩子 所以 17岁少年的恶性犯罪 在该发生的时候 就发生了 看媒体的报道 以及所谓 有识之士的分析 感觉到 他们并没有明白 最近青少年恶性犯罪的 真正原因 在前面 已叙述过 认真投入工作 吃苦耐劳 忍耐忍受 奉献他人 把这些思想 行为 抛在脑后 让自由 无限泛滥 我认为 这才是青少年 恶性犯罪的 真正原因 所以 教育孩子 懂得 抑制欲望的重要性 以及 如何 抑制的方法 这才是 当务之急 至少有两条 必须 教给孩子 一条是 帮助别人 就是不失 一条是 明确 不允许做的事 就是 持戒 努力奋斗 就是精进 忍耐忍受 就是 忍辱 这两条 必须让孩子 在生活实践中 自己掌握 至于 释迦摩你讲的 禅定 就是让自己的心 沉静下来 当然 也很重要 但是 对于年轻人 我觉得 首先 必须教会他们 布施和持戒 新法 第十章 关于 青少年犯罪 近年来 青少年犯罪的现象 快速增加 仔细分析一下 犯人 一般都是 很懂礼貌的孩子 家庭背景 也不错 有些 甚至经济条件 非常优越 但是 在过去 平火年代的日本 孩子们的自由 都受到了压抑 压制 而当时 却没有发生 今天这样的问题 我想 这是因为 那时的小孩 平时 在与大人 交往的过程中 以及 在与别的孩子 的交往过程中 他们得到了训练 知道了如何 抑制自己的欲望 而现在 孩子跟家庭成员的交往 与朋友之间的互动 大大减少了 因此 该如何控制自己才好 他们弄不明白了 实际上 兄弟姐妹少了 因此 如果父亲 买了一块蛋糕 独生子女 就一个人独享 但是 如果兄弟姐妹 有五人 蛋糕就会分成五份 因为不能分得那么均衡 有大有小 所以 最小的孩子拿小的 最大的孩子取大的 如果最小的孩子 想拿大的 就立刻会受到责骂 与此对应 在家庭大扫除时 最大的孩子 干活最多 最小的孩子 甚至可以不干活 有了兄弟姐妹 就要这样互相容忍 有时 还得互相帮助 孩子们 必须在生活中 学会克制自己 换句话说 在家庭里 在兄弟姐妹的关系中 有规则存在 由此 孩子们自然而然 受到了训练 有人说 通过吃火锅 我学会了竞争和谦让 通过和别人的 共同生活 很自然的 就学到了 如何构筑人际关系 以及作为社会一员 必须掌握的 基本规范 常有人说 现在的年轻人 心灵荒芜了 也有许多老师指出了 心灵的问题 不过 虽然指出了 心灵的问题 但如果问 荒芜的心灵 如何矫正 回答几乎千篇余虑 告诉他 心灵的重要性 咨询交谈 治疗病态的心灵 等等 就是说 大家都不知道 心灵的教育 该怎样做 才能奏效 另一方面 有人说 发展中国家 不存在 十七岁犯罪的问题 还有人说 贫困的家庭 不出心灵荒芜的孩子 照理说 穷人的孩子 容易变坏 但恰恰相反 现在是富家子弟 干坏事 在明治 大正时代 赵和时代初期 以及二战后的 一个时期内 日本 日本很贫困 即使小孩 也得干活 否则就难以维持 一家的生活 因为是小孩 难免要玩耍 要调皮 但只要父母 一声斥责 要他们帮着做事 他们就会卖力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学会了 克制自己欲望 这也可称为 持戒吧 因为必须干活 所以懂得了 精进的重要性 要忍耐 这与忍辱相通 通过这三条 磨练了孩子们的心智 不得不劳动 学会克制欲望 加上忍耐 这三条 往往促使 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 取得成功 心灵之所以荒芜 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 这三项塑造心灵的作业 针对青少年问题 首先要考虑 为了塑造孩子们的 美好心灵 应该做什么 基本的就是 教育孩子懂得 克制自己的欲望 忍耐 勤奋 这三项是塑造 我们心灵 所必不可少的 不教孩子这些 绝绝强调 因为心灵荒芜 所以17岁的问题 发生了 甚至有人说 因为发生了17岁的问题 所以必须考虑 心灵的问题了 但谁也没有进一步 去认真思考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和解决的办法 青少年犯罪的 另一个原因 是学校教育 出现了问题 前面也叙述过 这是所谓 培养自由的个性 这个教育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 在儿童阶段 就提倡 尊重自主性 不能灌输思想 而要让小孩 自发学习 但是 这样的教育 不能塑造孩子的心灵 施加摩尼提倡 持戒 遵守戒律 守戒就是不可做的事 不做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 什么是不可做的事 什么是可以做的事 两者 如果分辨不清的话 持戒就无法实行 而这是非教不可的东西 因此 佛教用 如果做坏事 死后会下地狱 这样的方便法门 教育众生 人们在恐惧之余 就会产生 拼命守戒的想法 然而 现在的教育 却对蒙昧未开 什么也不懂的小孩 去强调 启发性和自主性 而对 什么是该做的好事 什么是不能做的坏事 这种关键的戒律 却不讲 不教 还有老师说 孩子纯真 不教也知尚恶 但是 在我看来 绝非如此 小孩不懂得克制本能 他们类似充满 我执的动物 在远古时代 那种严酷的 自然条件下生存 大自然会通过 生活教育人们 什么可做 什么不可做 同时 不能遵守这种规则的人 会被无情地淘汰 但是 在生活富裕的现代社会 大自然的教育 就不奏效 正因为如此 就必须通过 教育 明确而切实地 教会孩子们分辨 作为人 该做的好事 和不该做的坏事 新法第十一章 关于人生的目的 一般来说 人认识到自己活在世上 开始产生生存意识 那应该是在懂事之后 从出生到懂事之间 人不会思考自己 为什么要降临人世 而且 即使懂事之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在父母的保护之下 人仅为生存就需竭尽全力 要到十二三岁 人才会开始思考人生的问题 虽说因人而异 但人开始思考人生的问题 往往很大程度上 是受了父母和老师的影响 按照父母老师 明确人生的目的 树立大致 朝着目标挑战的这种教导 设计构思自己的人生目标 许多家长 老师把孩子要出人头地 视作正确的人生目的 努力学习 考进好学校 成为有出息的人 而孩子们也会真心 为此目的而运功读书 学习好的孩子 顺着这条路不断奋进 在为了出人头地 而努力的过程中 更明确肯定了 出人头地就是人生的目的 而学习不好的孩子 在这过程中 就会感受到挫折 升学困难 就只好去工作 在工作中 体会到社会的 各种人情事故 于是有人就会想 难得这仅有一次的人生 与其过得卑卑怯怯 不如过得快快活活 在人生的过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无论是想出人头地的人 还是想轻松潇洒过日子的人 他们的人生目的 都会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正在一步一步逼近自己 于是为了长寿 得注意健康啊 这时就把健康当作了人生目的 相同备份的老年人 相聚必谈健康 话题不外乎 这种食品对健康有益 要是这个好 我生了这个病 你也要小心啊 哪位医生好等等 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了维持健康上 即使是立志要出人头地的人 也把这目的搁在一边 工作也多少放松一点 而把健康放到了首位 所谓长寿 意味着要延长肉体生命的时间 为了维持自己逐渐衰老的躯体 让自己活得尽可能长一点 人往往就会忽略他人 变得自私和固执 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好的想法 就会逐渐抬头 按理说 随着年龄增长 积累了经验 人品该是日增圆满 人格该是日趋高尚 但恰恰相反 因为对健康 也就是对肉体的执着 而滋长了利己之心 带来了老丑和欲望痴呆症 现在的日本 这种倾向似乎愈演愈烈 人的生活方式 本来就千姿百态 偏姿聪明的孩子 可以梦想通过努力 而出人头地 稍稍愚昧的孩子 可以做出现实的选择 这样也就行了 从而轻松潇洒地 度过仅有一次的人生 这些都无可厚非 然而 即使出人头地了 也就限于这一世 名声 财产 地位 都是死待不去 肉体 留在了现地 能带往彼岸的 前面已经叙述过 只有灵魂 也就是一世体而已 另外 不管在现世 过得多么潇洒多彩 死后留下的灵魂 只有潇洒多彩 一种感觉 人生将没有意义 我们死后留下的灵魂 一世体本身 具有多大的价值 这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活在世上 获得了名声 获得了财产 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这些能够成为 灵魂的价值吗 另外 度过了一个潇洒多彩 波澜万丈的人生 就会提高灵魂的价值吗 我认为 答案是否定的 在有生之年 为社会 为世人 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就是说 活着的时候 做过多少好事 善事 这才是万人共通的 灵魂的价值 提升人性 即磨炼灵魂 这是最重要的 磨炼灵魂 塑造高尚的人格 这才是人生 真正的目的 忽略这个目标 人活着就没有意义 虽说 每个人走过 各自的道路 到达人生的终点 但不管哪种道路 都是造物主 为了磨炼人生 而赐予的道路 我们应该 这样去理解 我认为 我思考的 这个人生 最终目的 如果能够在小学时期 就灌输给孩子 那么孩子们 就可以度过一个 更为美好的人生 出人头地 追求成功可以 想过一个 潇洒多彩的人生 也可以 但是 那都是人生的 一个过程 人生的目的 在于塑造 高尚的人格 我觉得 最好 在十二三岁 孩子树立 人生志向的时候 交给他们 这个观念 或许 那时 他们还难于理解 但是 只要在他们脑海中 留有印象 到了青年 或壮年时期 他们就会 时耳详起 只要如此 此前的教育 就会起作用 不会徒劳无功 可惜 在现在的学校里 没有任何人 在传授 这样的道理 这样的道理 本来应该 由哲学家来阐明 但是 他们的理论 往往抽象难懂 他们没能用 青少年 可以理解的语言 讲述人生的 目的和意义 另外 现在的宗教家们 也没有起到 教导人生目的的作用 人们抱怨 这是一个良心丧失的时代 抱怨物质文明发展了 但精神文明 却没有随之发展 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 为了魔力人格 我们到底 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 实在太重要了 请容我反复强调 第一 为他人尽力 要努力去思考 如何为社会尽力 就是不失 第二 借免自己 意志利己之心 就是持戒 第三 忍受诸行无常 波澜万丈的人生 就是忍辱 第四 全身心投入工作 就是精进 我认为 关键就是要通过这四项 去提升人们的人格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这是释迦摩尼 在2500年前 就倡导的 目的 在于塑造人格 引导人们 踏入雾尽 我相信 不管是否信仰佛教 这四条 作为普通人的生存智慧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好好实践 我总是随身携带 简便的佛教书籍 无论在飞机上 或别的地方 只要有空 就随时阅读 但是 尽管反复学习 还是会很快忘记 不能很好地付诸实践 尽管如此 还是要坚持反复学习 反复思考 努力实践 我想 这是非常重要的 新法第十二章 关于命运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我认为 构成我们人生的要素 有两个 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命运 比如 有一位 划时代的优秀学者 他通过遗传 从父母那里 继承了优质的脑细胞 所以 他头脑 聪明清晰 但光凭这一点 他还成不了优秀的学者 他只有具备身体健康 不患重病 钻研学问的环境 邂逅恩师和后援者等 附加条件 才能将天赋的才能 十二分地发扬光大 从而开花结果 换句话说 能否获得一流学者的地位 除了自己的意愿和遗传基因之外 还有超越这两项因素的某种东西的存在 它属于命运的范畴 以东方政治哲学 人物学权威著称的 已故安刚正堵先生说过 《易经》是包含宇宙真理的学问 中国自古以来 就把《易经》作为大自然的根本原理 来学习研究 西方人则深入探讨摘星术 也积累了庞大的文献 东西方的文献都是人们强烈愿望的产物 人们理解命运的重要性 千方百计想要探知命运的奥秘 除了命运之外 还有一个构成我们人生的重大要素 那就是善根结善果 恶根生恶果的因果报应的法则 心中所想会如实呈现的观念 一有机会我就会讲述 就是说思考以及基本思考的行动 会成为原因 从而产生相应的结果 它被称为因果报应的法则 它与命运法则并行 滔滔地在我们的人生中流淌 换言之 造就我们人生的要素有两个 一个是某个人与生俱来的命运 另一个是这个人的思想 行为所造的业 再换一种表达 命运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宛如DNA的双重螺旋 撮合在一起 构成了人生 重要的是 因果报应的法则 或多或少 要强于命运 因此 我们可以运用因果报应的法则 改变与生俱来的命运 就是说 想好事 做好事 就能促使命运 向好的方向转变 这个结论不是我随意的杜撰 安刚正斗先生 在其著作 《命运和立命》中写道 命运不是宿命 它可以改变 所以因果报应的法则 就很重要 为此 他介绍了中国古籍 英智路中 袁了凡这个人物的故事 大意如下 袁了凡本名袁雪海 出生于医生世家 父亲早亡 由母亲一手养大 母亲希望儿子继承家业 学习医术 有一天 家中来了一个留着胡须的老人 老人说 他在云南专门研究易经 因受天命来向袁雪海传授易经真髓 母亲或许要这个孩子当医生 但她会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出色的官员 在县里第一次考试中 获得第几名 第二次 第三次考试名列第几 在科举大考前 他就会当官 很年轻 就被任命为地方长官 会结婚 但不会有孩子 享年53岁 这就是这孩子的命运 袁雪海 果然放弃了学医 走上了当官的道路 不可思议的是 在每次的科举考试中的名次 一如老人所言 包括后来 当上地方长官 都和老人的预言一模一样 此后 袁了凡在南京的国子间游学时 去西侠寺拜访了有名的云谷禅师 两人一起坐禅三日 你这么年轻 打坐时却毫无杂念 非常了不起 我从没见过坐禅功夫 如此出色的年轻人 你到底曾在何处修行过呀 云谷禅师很是佩服 而袁了凡在回大时 却提到了小时候 遇到胡须老人的事 我至今为止的人生 完全如老人所言 不差一分一好 如今也没有小孩 大概五十三岁就会死去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所以我已经没有任何烦恼 听必了凡的话 云谷禅师一生喝破 本以为你是位开了物的大男子 想不到你竟是一个大笨蛋 接着禅师说道 那老人虽然说出了你的命运 但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禅师解释了做好事 就会产生好的结果 做坏事就会产生坏的结果的因果报应的法则 思善行善吧 那样做 你的人生一定会时来运转 听了禅师一番话 远了凡如梦初行 原来是自己错了 今后一定要照禅师所言 思善行善 他下定决心 天天寄功过步 做一件好事 加一分 做一件坏事 减一分 努力日日行善 结果 袁了凡活到了73岁 同时 据说 不可能有的儿子也出生了 袁了凡告诉他的孩子 在遇到云古禅师之前 我的人生顺着命运前进 但是 从那以后 我改变了想法 尽力做好事 结果 不可能出生的你出生了 本来53岁就该死去 现在过了70 还如此健康 儿子啊 原来人生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不断做好事就行了 人的命运是既定的 它不因我们的愿望而改变 但另一方面 与命运并行流动的 因果报应的法则 却不然 运用这个法则 甚至可以改变既定的命运 这可以称之为 利命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能改变命运 我想 我们应该更有效的 使用因果报应法则 但是 在现代社会 由命运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两者撮合构成人生 这么单纯明快的事情 却没有人相信 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对命运 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存在着偏见 超越人质的命运 用科学无法解释 因此 多少有点学问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所谓精英 他们往往把命运 看成迷信 另外 因果报应的法则 在民间通俗的说法 是做坏事 会遭报应 这好像是蒙骗小孩 是没有文化的人 吓唬小孩的方便用语 更重要的理由在于 要证明命运 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正确与否 本来就很困难 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无从知晓 做好事 就会有好的结果 也很难 有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什么呢 前面也谈到 人生是由命运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两个要素撮合而成 原因就在这里 例如 在命运特别坏的时期 即使做了一点点好事 也不足以让事态好转 相反 在命运非常好的时期 即使干了若干坏事 因为有好运挡着 坏的结果 一时还出不来 因此 有人就想不通 干了那种坏事的家伙 怎么还能过得那么幸福的生活 听说 还有这样的事 某人请一位 灵能者 为自己的朋友算命 听到这么一段话 你这位朋友 今年撞上了大厄运 本来会生一场大病 但却平安无事 此人近年来 一定是做了了不起的大好事 如果不是这样 在运势如此恶劣的时期 身体也好 事业也好 不可能那么顺的 就是这样 命运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犹如DNA那样的双重螺旋形状 复杂的交叉搓合在一起 不像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一目了然 正因为有点复杂 所以 人生由命运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两个要素构成 而因果报应的法则 可以战胜命运 从而改变人生 对于这样的道理 谁也不愿意去相信 但是 因果报应的法则 已然存在 让我们回到 关于宇宙那一章 回顾一下宇宙 从起源开始的流程吧 宇宙起源于一小撮 超高温超高压的 基本粒子的团块 它在约150亿年前 经过大爆炸 基本粒子互相结合 成质子中子和介子 在外面环绕一个电子构成 氢原子 氢原子 经核聚变 产生核原子 这样反复聚合的结果 形成了现在宇宙上 存在的各种元素 再进一步结合成 分子和高分子 终于产生生命体 以至发展到 我们人类这个阶段 150亿年间 最初的基本粒子 原封不动 保持原状 应该也不足为奇 发展到原子阶段 就停止不变 也并不奇怪 然而 宇宙接二连三 不断生成发展 以至创造了人类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宇宙中 有推动 森罗万象 一切事物生成发展 促使他们成长的意识 在发挥作用的缘故 当我们具备 善的意识时 正好与宇宙中 充满的 所有一切生命啊 祈愿你们好自为之 这一善的意识 不妨称之为 造物主的意识 不谋而合 这种美好的 个人意识 与宇宙的意识 波长吻合 此时 一切都会顺畅 事业成功 不断发展 相反 如果逆宇宙意识而动 结果 必然失败 如果这么思考的话 没落和衰亡的原因 也可以得到解释 比如 企业为什么破产 就是因为在企业 顺利发展时 没做过什么好事 没做过 为社会 为世人奉献的事 企业发展以后 不再认真努力了 等等 就是说 没落和衰亡 是违反了宇宙的意识 而得到的报应 如此而已 近年来 一些过去曾受到高度评价的企业倒闭了 倒闭前 企业的惨状暴露出来 那些曾经名扬天下 受人尊敬的 受人尊敬的著名经营者 随之在顷刻间 微望扫地 坠入痛苦的深渊 其中 既有经历三四十年长时段 才从发展转入衰退的企业 也有最近迅速窜红 仅仅经过几年高速成长 又瞬间坠落的风险型企业 无论哪种企业 都是在功成名就之后 就那么轻易地分崩离析了 凡是经营者 都企愿 无论如何 都要避免企业破产的事态发生 然而 为什么事与愿违 为什么成功不能持续呢 固然有命运的因素在起作用 但我认为 主要还是因果报应的法则产生的结果 据说 在二十世纪初的伦敦 常有一些知识精英们聚会 与已经死去的人进行灵魂交流 称为交灵会 在某个市镇 由医生主持的交灵会上 经常有自称为 希尔佛帕奇的印第安灵魂出现 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的话还被汇编成书 我偶尔读到了这些书 其中有一节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针对长期以来抱有疑问 又无法证明的因果报应的法则 希尔佛帕奇有下面一段论述 大家都不相信因果报应的法则吧 因为做好事就有好的结果 做坏事就有坏的结果 这样的事情不能及时而鲜明的呈现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 确实在短时期内 这样对应的结果往往出不来 但是从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 这样的常识段看 因果一定会有对应 另外 仍有个别在今世英国没有报应的例子 但如果把我现在所在的世界 彼岸的世界也包含在内的话 英国的对应一离一分都不差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丝毫不差 英国报应的法则正确无疑 他说的是 从三十年 四十年 这样的常识段看 大体上 英国都能吻合 如果这么长时间 英国仍不对现的话 那么到了那个世界 英国的账目 还会算得清清楚楚 分毫都不差 现在 我们做的事情 想的事情 在几年后 还是几十年后 不确定 但结果一定会出现 到那时 再惊慌 再悲伤 毁之玩意 我希望大家 务必把这一条 铭记在心 天天 私善 行善 新法第十三章 关于人生试炼 正如前章所述 因为人生 由命运 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交织而成 所以 人生 既有顺利的时候 又有挫折的时候 释迦摩尼 把这称为 诸行无常 因为无常 所以痛苦 意思 就是人生 因为变化无常 所以 是痛苦的连续 波澜万丈的人生 既有好的时候 也有坏的时候 我把这些 都看作是造物主 给予我们的试炼 换言之 适逢幸运也好 遭遇灾难也好 都一样 都是试炼 由于应对试炼的态度不同 我们的人生 也会随之 发生极大的变化 首先 我们来考虑一下 在遇到成功 这一试炼的时候 应该怎样 应对 才是正确的呢 比如 当获得 让人羡慕的 幸运和成功时 有人把这种 幸运和成功 完全看作是 自己努力的结果 全部归功于自己 并认为 那是理所当然的 更极端一点的人 甚至觉得 自己本来 应该更幸运 更成功 才对 但另一种人 却态度相反 他们认为 这种幸运和成功 是靠周围的环境 靠别人的帮助 才获得的 对于幸运和成功 他们内心 抱着谦卑的态度 太珍贵了 这样的幸运和成功 竟然落到 我这个人的头上 真是太感谢了 前一种人 以为是自己的能力 带来了幸运和成功 而且 该更成功才合理 所以 他们一心 想要得到 更多的报酬 更高的名声和地位 他们的欲望 更加膨胀 更加肥大化 在沉醉于成功的同时 忘记了谦虚 傲慢起来 本来是谦虚和踏实的努力 给他带来了成功 但是成功的结果 反而让他失去了谦虚 懈怠了努力 骄傲自满 剩下的 只有企业更加幸运 更加成功的膨胀的欲望 失去了至今为止 支撑幸运和成功的努力和谦虚 就同促使一切向善的宇宙的意志 对立起来 没落和衰退 当然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好不容易到手的幸运和成功 不能维持 因为自己的思想变质 而陷入了衰退 没落的境地 后一种人 因为谦虚和持续的努力 获得了幸运和成功 他对意料之外的成功心存感激 他由衷感谢周围的人 认为是他们给自己带来了幸运和成功 他不敢自己一个人独享成功的果实 而是与更多的人分享 与社会分享 同时 不因成功而忘却谦虚之心 丢掉踏实努力的作风 而是再接再厉 继续奋斗 对成功这一人生试炼 采取这种态度的人 他还能够得到更大的幸运和成功 并能长期保持 可见 当幸运和成功垂青的时候 我们抱什么心态 如何去对应 决定了我们此后的人生 是上天堂 还是入地狱 就是说 得到幸运和成功 绝不是结果 因为应对的态度不同 人生的结果将迥然不同 这一点极其重要 必须牢记于心 另一种情况 是当事人命运的原因呢 还是因果报应的缘故呢 谁也不知道 但有一种人 在遭遇灾难 苦难 困难 这类试炼的时候 经不起打击 或者 愤世嫉俗 或者 哀叹悲伤 或者 发牢骚 鸣不平 带着对社会的憎恨 过日子 这种态度 使他的人生 更加暗淡无光 仅有一次的 珍贵的人生 过得如此 索然无味 实在是太可惜了 另一种人 与此相反 他们在遭遇灾难 苦难 困难 这类试炼的时候 不仅能够承受 而且为了克服 这类试炼 全力奋战 他们相信 眼前的困难 是暂时的 到时候 一个光明的未来 一定会到来 他们乐观开朗 不懈努力 绝不怨天尤人 绝不牢骚满腹 他们从正面 坦然接受降临的苦难 甚至把苦难 看作锻炼自己 意志的机会 因而 心存感激 他们积极开朗 踏实努力 勇往直前 结果 这样的人 就能获得 卓越的成功 迎来 光明的未来 由命运 和因果报应的法则 交织而成的人生 真是所谓 诸行无常 波澜万丈的人生 一帆风水 平安无事的人生 并不存在 在这样的人生 在这样的人生中 无论遭遇到苦难的试炼 还是幸运的试炼 能不能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 能不能始终用积极向上的精神 去面对 去处理 这就决定了 这就决定了 人们是度过天堂般的人生 还是地狱般的人生 这种教训 古已有之 在中国的古籍上书中 就有满朝损 千寿意的警句 这句话 不仅适用于个人 从国家层面上 也完全正确 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如果忘记了谦虚 危机也就开始了 翻开日本的历史 这个事实动若观火 明治维新以后 为了追赶欧美等先进国家 在富国强民 职产兴业的口号之下 日本人拼命努力 大约在四十年后 在日俄战争中 就打败了强国俄国 全世界为之喝彩 日本人因此尾巴翘到天上 陶醉于幸运和成功之中 明明是唯千寿意 日本却失去了谦虚 大举扩军备战 大约又过了四十年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惨遭失败 一片废墟中的日本开始反省 团结一致 共同奋斗 不久 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成就了所谓奇迹般的经济复兴 在这个历史观口 我们日本人本来应该更加谦虚 应该把战后经济建设的成功 视作试炼 在谦虚的基础之上 更好的治理国家 决定经济政策 但是日本又骄傲自大起来 许多大公司 大银行的经营者们 又忘记了战后几十年的谦虚 奋斗和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的精神 何止经营者 连一般大众也忘记了额头的汗水 开始追求投机获利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大家都狂热地投资房地产和股市 促成了所谓的泡沫经济的产生 傲慢的结局 是泡沫经济的破裂 许多经营者乃至个人 都尝到了涂炭之苦 买到手的 据说可以升值四倍五倍的 土地房产的价格一落千丈 狂跌至五分之一 乃至十分之一 因此负债累累 连本来根本不可能垮台的银行 也破产了 一片悲惨近况 其实或许有很多日本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就已经忘却了谦虚 安刚正笃先生早在一九六九年 在前面提及的《命运和立命》一书中 就以忘却为人之道的技术和学问 将现人于不幸为题 说了下面一段话 提倡科学也好 技术也好 欧哥繁荣也好 还有强调政治 经济的重要性也好 重视学问也好 所有这些东西 从长远的眼光看 其实都是不可靠的 也是难以衡量 难以平数的 这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在这一切背后的最根本的原理 脱离这个原理的技术或学问 只会现人于不幸 结果是 人只会被这些东西所摆布 被所谓的命运所操弄 但是 只要冷静地观察一下 我们就能发现 在这些东西的背后 都有严肃的法则或所谓道的存在 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离开了这个法则 不寻道而行 我们就无法找到任何可以依托的东西 必将无所适从 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 这种感受越来越深切 学问的真正目的在于探求现象背后的本质 也就是求道 就是研修心学 换言之 归根到底就是要掌握修己 制人的学问 战后经过二十四年 日本人开始傲慢 懈怠 安刚先生当时就已经看出这种倾向 并提出了警告 我想事情就是这样 荣枯盛衰 乃是之常态 忽而谦虚 忽而傲慢 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 不仅发生在日本 环视世界 无论中国还是欧洲 国家兴旺就生傲慢之心 因而没落 经过反省 谦虚起来 国家又开始繁荣 这样的历史不断重演 日本能不能摆脱现在面临的萧条 我认为 关键就在于日本能不能尽早意识到上述的原理 日本必须谦虚 日本人必须老实认真 新法第十四章 关于烦恼和憎恶 在人的一生中 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但是我尽力做到了不烦恼 而且也规劝大家不要烦恼 我们需要深思熟虑 但却不需要烦恼 烦恼只会消耗精力和时间 有时甚至会损害健康 没有任何好处 为了解决工作中发生的问题 我会思考 思考 再思考 一直到想通为止 但对策一旦确定 思考就告一段落 为了不生烦恼 我会透彻地思考 思考到不需要再思考为止 之后就会采取近人事 待天命的态度 这是很必要的 然而思考透彻 并不等于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有的人就会习惯性的烦恼不已 这样的人重要的是 自己下决心不要烦恼 据我所知 这也烦恼 那也烦恼的人 多数是在确定对策之后 到结果出来之前 总是烦恼不堪 能顺利吗 会失败吗 但是 事情不会因为你烦恼 结果就会变好 既然建议离闲 接着只能等待 可以做的 只有待天命而已 经过彻底的思考 拿出的对策 最后是急还是凶 不得而知 为不得而知的结果而烦恼 不是很愚蠢吗 这种烦恼没有意义 应该这么去想 结果是急 当然没有问题 皆大欢喜 但是一旦结果是凶 就是失败了 人们又开始烦恼了 例如 遭受的损失超过预想 但是既然 木已成舟 就没办法了 所谓 覆水难收 泼到地上的水 已被地面吸收 收不回来了 再为它烦恼 已毫无意义 与其为了已经蒙受的损失 一味烦恼 不如着眼于往后的工作 获得新的利益 那么做就不会再烦恼 所以结论是不去烦恼 就是摆脱烦恼的最佳方法 那么究竟怎么做 才能不去烦恼呢 第一 如果有空去烦恼 不如去干活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第二 要谦虚 不要骄傲 第三 要每天反省 反省同烦恼不同 第四 要知足 活着就要感谢 第五 不要老是考虑自己 而要更多的 为别人着想 要具备利他之心 拼命投入工作 以致没有烦恼的余侠 自己对自己说 活着不就是幸福吗 你还祈求什么呢 这样来培养自己的感谢之心 这么一想 烦恼自然会消退 人的消极情绪中 除烦恼之外 还有憎恶 仇恨 例如家人被杀 亲属对杀人犯的憎恶 仇恨非同寻常 我不是要否定 人们的这种憎恨 这种难以宣泄的愤怒 对于孩子被杀的父母而言 对犯人的憎恨程度 无以复加 因此如果有人一定要问我 对犯人该如何处置 我会回答 判死刑也该 接受与罪行相应的惩罚 理所当然 但是尽管如此 憎恨之心还是不要为好 就是说 受害者的家属和相关朋友 对犯人的憎恨之情 应该尽量抑制 我这么说 也许有人会反驳 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才会说出这样的风凉话 这种反驳固然有他的道理 作为非当事人的门外汉 多嘴多舌 本身就是冒昧 这点我完全知道 非常清楚 然而 我依然认为 不可有憎恶和仇恨 不管多么仇视犯人 被杀害的亲人 不会起死复生 不仅如此 憎恶和仇恨 会带来可怕的反作用 它会伤害当事人的心 刻骨铭心的伤害 而且还可能严重损害 当事人的身体 每天发怒生气 愤愤不平的人 脸色会发紫发黑 看起来就很不健康 虽然没有具体的证据 但听说恼怒 厌恶 憎恨这类情绪 会让人体内分泌出 某种不好的荷尔蒙 心理状态 影响身体健康的事情 司空见惯 比如 众所周知 烦心事太多 会导致胃溃疡 耐得住胃酸 相当强韧的胃壁 居然会穿口 就是因为太过忧虑 而分泌出了导致 弱化胃壁细胞的荷尔蒙 让仇恨付诸东流吧 这句话或许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但是 哪怕你恨之入骨 死去的亲人 还是回不来 我想 为了让逝者的灵魂安息 宽恕是必要的 如果说 人活在现世 最重要的任务 是提升心性 那么在人们的情感中 最纠结 最痛苦的 莫过于要宽恕那些 不能宽恕的人和事 这同时 也是最艰难 最重要的修行 或许 是比被剥夺财产 名声 这类试炼 更为苛刻的修行 但是 只要超越这种障碍 就能获得 比任何修行 都更有效的 提升心性的机会 我们的心灵 就会因此而进化 我们的灵魂 就会充满光辉 在经历磨练 获得高尚品格的人物中 我最尊敬的人 是西乡龙盛 在明治维新时代 包括大九宝里通 山线有棚等在内 群心璀璨 人才辈出 但其中 有未突出的 就是西乡龙盛 后来 他虽然悲剧性的死去了 但一举扭转乾坤的 维新伟业 正因为有了西乡 才能成功 这么说并不过分 西乡是洛尔岛 下级武士的子弟 小时候 绰号 大草包 意思是 中看不中用 因为他虽然体型高大 目光炯炯 但却沉默寡言 不善言辞 他不是那种聪明伶俐 反应敏捷的孩子 所以 大家不太愿意 同他接近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长大以后 成就了伟业 为什么西乡 能够成长为伟人 当时 德高望重 被誉为明军的 萨摩藩主 岛金骑兵 对他的栽培 当然是一个方面 但他经历并克服了 种种难以言状的苦难 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例如 当时京都清水寺 有一位名叫 岳照的和尚 因为参加了 尊王相仪运动 遭到了幕府的追杀 逃离京都来投奔西乡 当时 岛金骑兵已经过世 接班的藩主的父亲 岛金九光掌握实权 他下禁令 不许庇护岳照 西乡被逼入 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岳照 为了竭尽 智友的情意 他决定与岳照一同赴死 于是 两人双双 投生锦江湾的激流之中 结果岳照死了 然而西乡 却奇迹般地被人救起 不能保护前来投靠的友人 对于武士而言 是屈辱 让朋友孤独死去 可自己却苟活于世 西乡 也遭到周围人的非难 但西乡 忍受了一切 顽强地生存下来 西乡的秉性 与岛经九光不合 又触犯了九光的尊严 因此被流放到 严美大岛和冲水梁部岛 特别是在冲水梁部岛 西乡被关进了一小间 近乎露天的只能席地而坐的牢房 所谓牢房 只有屋顶和四根柱子 却没有墙壁 海风肆意侵袭 大雨时泼洒进来 被禁闭于这种牢笼中的西乡 却盘腿作禅 沉入冥想 不久 原本体格魁梧的西乡 日渐消瘦 看守他的玉冠 于心不忍 就在自己的家里 设了个牢房 让西乡移居过来 据传西乡因此 才活了下来 报偿如此心酸的西乡 其人格气量 越发宏大 正因为如此 而后 才能与牧府重臣 盛海州谈判成功 兵不血刃 进入江户都城 平定了牧府 我认为 正是艰难困苦 塑造了西乡的人格和文业 包括年轻时候在内 从未经历过苦难的人 不可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可以说 古往今来 没有这样的人物 只有克服了 难以想象的 艰难困苦的人 才能创造伟业 相反 出身名门 从小到大 不知劳苦为何物 却能成就伟业 这样的人几乎没有 因为他们一旦遭遇苦难 很快就会灰心丧气 自暴自弃 松下姓之助先生也一样 孩童时代 就吃尽了苦头 因为家到中落 刚刚九岁 读小学四年级的他 就被迫辍学去当学徒 但身处这样的逆境 松下先生不气馁 不哀叹 他积极向上 勤奋工作 博得了雇主的喜欢 这是个不畏逆境 诚恳 开朗 坚韧不拔 拼命工作的少年 就是这个少年 日后创建了 驰名全球的 大松下 与松下相同境遇的孩子 不在少数 孩子也会露出 记恨之心 他们会抱怨 会忌妒 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 能上学 能吃好吃的食物 能穿好看的衣服 为什么自家 却如此贫穷 但是 少年时代 就怀有记恨之心 只会抱怨 只会嫉妒的人之中 能成大事者 揭武 虽然 遭遇难以忍受的苦难 但是 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正是现实的处境 虽然做不到 对苦难 也表示感谢 那么高的境界 但至少 不要自卑 不要记恨 在逆境中 要忍耐 要坚强 积极开朗 努力奋斗 松下幸之助 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 他成就了大业 古语说 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还有 千金难买 少年苦的说法 虽说 好意勿劳 是人之常情 但从 长远目光来看 比起 从小就 养尊处优的人 年轻时 经历困苦的人 在儿后的人生中 往往 更能取得硕果 从这个观点出发 思考的话 现代的日本 情况恰恰相反 刚才已讲过 多数家长 都不愿让孩子吃苦 都在想方设法 让孩子过得轻松 道路顺畅 但正是这种环境 才催生了 17岁少年凶犯的出现 在我们之前的 那个时代 因为家庭贫困 为了帮助父母 维持生计 很多人从小时候 开始就拼命工作 到了我这一代 也有很多朋友 从小就帮助父母做事 在贫困家庭中 成长的孩子 几乎不曾有过 穷凶极恶的犯罪事件 不让孩子吃苦 对孩子的成长 其实并没有好处 正好相反 为了磨练人格 吃苦受累 必不可缺 西乡 在冲水凉不倒的牢狱中 苦读阳明学 修炼了自己的人格 关于修炼人格 提升心性 安刚正笃先生 论述过 知识 见识 胆识 的说法 意思是 必须分三个阶段 来提升心性 知识 只要翻阅百科全书 及各种词典 就能获得 没有必要死记硬背 哪怕填鸭式的 灌输了许多知识 充其量 也不过是知识渊博而已 重要的是 把知识 提升到信念 也就是 见识的高度 才能一通百通 然而 即使再有见识 若不能实行 仍将一事无成 所以 必须再将见识 变成胆识 这里所讲的胆识 就是伴有 胆利的见识 这需要通过 克服艰难困苦 才能培养出来 所谓胆子大 有胆量 就是指这种精神状态 西乡 在冲水 梁布岛上 培养出了这种胆力 但是 即使达不到胆力 那种高度 只要具备勇气 就能产生实行 就能产生实行力 那么 什么时候 才能新生勇气呢 实际上 在具备 大义名分时 最能鼓舞勇气 此刻 我若不挺身而出 这个世道 将会怎样 我若不拼命奋斗 这个公司将会如何 必须具有这样的使命感 大义和志向不同 志向包含了自己个人的目标 所谓大义 不是利己的 大义 必须置于远离自身利益的地方 在大义中 有为社会 为世人的高层次的大义 也有为公司 为家族的 贴近身边的大义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大义 能激励自己 鼓起真正的勇气 这种勇气 会逼迫自己 采取行动 具备了胆力的人 不需要刻意自我鼓励 但像我们这样的凡人 在向某个重大目标 发动挑战的时候 就有必要 树立起大义名分 介意鼓舞自己的斗志 缺乏实行力的人 工作做不好的人 都有这样的通病 公司要我做这件事 做了对我自己 有什么好处呢 要是成功的话 或许会加工资 或许会升职 当上部长 但一旦失败了 那就惨了 他们总是 只从自己个人的 利害得失出发 思考问题 因此 在他们身上 就涌现不出 付诸实行的勇气 像这样 不能明确做事的大义 因而 做不好工作的人 不在少数 摆脱立己心的束缚 明确树立 做事的大义 这一点很重要 新法第十六章 关于情和理 如果问我 在我心目中 最受尊敬的人 最理想的人物是谁 那么 在我脑海里 首先浮现出来的 就是前面谈到的 西乡龙圣 明治新政府诞生以后 西乡移居东京 虽然领着高薪 却住在市井普通的居民中 家中只顾了一名女仆 西乡穿着粗劣的棉布衣服 是不讲究身份派头呢 还是不追求个人欲望呢 兼而有之吧 我认为 她是一个无私的人 目浮可恶 封建割据制度太落后 一批年轻的志士们 拼着性命 创建了明治新政府 但是 在新政府身居要职的 达官贵人们 却纷纷建豪宅 穿华服 身边有多名美妾侍奉 极尽荣华富贵 这些有功之臣们 堕落了 眼见一起革命的同志 腐化堕落 身处新政府核心位置的 西乡痛心疾首 明治维心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自己 飞黄腾达 西乡发出了正义的呼声 同时 她内心又充满矛盾和烦恼 自己做的这一切 为之奋斗的事业 真的是对的吗 让一部分人夺取了天下 享受豪华的生活 自己是不是被人利用的 他们那样做可不对呀 西乡 洁身自好 坚持自己的信念 坚持淡泊的生活习惯 结果西乡与山县有朋 伊藤博文 大酒保利通等人 意见不合 因所谓 争含论 而被迫下野 在私欲的人 会执着于自己的名誉地位 西乡没有私欲 他干净利落 即刻回家乡 路而倒 同西乡一起 在新政府就职的年轻志士们 也跟着辞去官职 回到家乡 充满正义感的年轻人 对新政府心怀不满 为了不让他们情绪失控 同时为了培养有作为的人才 西乡开办了私人学校 这时候 有一位萨摩出身的警官 潜入洛尔岛 遭逮捕审序后 他坦认 此行的目的是刺杀西乡 这个案件究竟是不是事实 直到今天还没有定论 但这件事 引起了西乡所办学校的 学生们的公愤 他们袭击了洛尔岛的政府 但要哭 夺取了武器弹药 明治政府得知以后 认为这是武装叛乱 于是派兵镇压 当时的西乡正在大鱼半岛狩猎 听到消息后 飞速赶回洛尔岛 本来他企图阻止年轻人 鲁莽骑士 但行动上却颇为消极 其理由至今还是一个名 我想一个原因是他对新政府已不抱好感 另一个原因与西乡的个性有关 西乡是一个特别情深义重的人 如此了不起的一位蒸蒸铁汉 居然为情所困 直面那么重大的事件 不是用理智 而是用感情做出决断 不免遭人诟病 但正如前面提过的 从西乡与月照和尚 携手一起投水自尽 这件事来看 我感觉到西乡将情置于理之上 并非不可思议 在我的印象中 实际上在西南战争中 西乡的态度是消极的 我也跟着他们干吧 他只是被动的 跟着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以童叶丘里为首的青年将校们 冲在前面 西乡一次也没有出面指挥 曾在幕府末期 到明治维新的历次战役中 充满智慧 擅长制定战略战术 指挥若定的这么一个人物 这一次居然不做准备 不出任何主意 自始至终 无所作为 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年轻人而已 还有许多阴仰慕西乡的英明 而从九州各县赶来的援军 那些对明治政府不满 义愤填膺的旧武士们 纷纷支持这次暴动 但却遭到了西乡的拒绝 由此看来 西乡并没有想要打胜这一仗的意图 这究竟是为什么 至今众说纷纭 莫终一时 但据我猜测 西乡的行为 源于他的深情超越了理性 关于这个情的重要性 还在我读旧事初中一年级时 就接受过强烈而深刻的教育 直到今天 扔在我心中留下了烙印 例如 关于什么样的人品质最恶劣这样的问题 当时担任修身课的老师这么教育我们 一个小偷 见某家没人进去行道 此时 恰巧主人回来了 小偷原来以为有机可乘 想偷点东西 一见有人回家 本该逃之夭夭 但他却挥起厨房里的菜刀 从小偷一下子变成强盗 这种人是人渣 最可恶卑劣 当时老师还提过一个问题 我至今记忆犹新 有亲友因一时冲动杀了人 跑到你这里 我刚才杀了人 你救救我吧 慌慌张张跑来求救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因为已是初一的学生 大家觉得自己已明白事理 所以一致回答 应该对朋友小之以理 劝他主动自首 但老师却认为这种态度不对 既然是亲友来求你 你即使犯窝脏罪 也应该庇护他 这才叫亲友 这种观点 在当今时代 或许已经行不通 但当时的老师 却把这种做人的义和情 作为道德交给学生 我认为老师教的 正是西乡龙胜的形式准则 西乡充裕着义和情 它是我心目中偶像式的人物 但是现在 如果有人想只靠感情来打动我 我不会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或许有点冷酷 这是因为 在经词创业后不久 我就意识到 虽然西乡式的情意 在我心中占据中心地位 但是经营事业 却必须具有大酒保利通的理性和冷具 我最初就职于松丰工业 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就立志要成为一个人格完美的玩人 但实际上 当自己开创事业的时候 我才明白 所谓理想的玩人 必须把由情感驱动的西乡 同由理性驱动的大酒保 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功 所以我就开始向大酒保学习 当我回到家乡路尔岛 说起我们需要大酒保的理性和冷静时 人们往往皱眉 不予认同 但我认为道圣和夫 要成为将大酒保利通 和西乡龙圣 两者品质融合在一起的人 我就是这么一路走到今天 开展事业的时候 如果依感情判断 凭感情行动 势必乱逃 以致不可收拾 如果依感情判断 再凭理性采取行动 仍会走错方向 那么依理性判断 凭理性行动 又会怎样呢 结果是谁也不愿追随 我认为 在事情的开始阶段 必须用理性思考 在实际执行阶段 再融入情感因素 这才是恰当的做法 但这么做 我自己并没有特别的留意 后来经常会听到部下这么讲 那个时候 道胜社长突然出现 讲了这么一番情深意切的话 这才救了我 因此 社长虽然严厉 我还是愿意追随他 因为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 听部下这么讲 我甚至想 我讲过这样的话吗 大概那都是我 无意间说出的话吧 我想 仅仅用心机 仅仅用理性 哪怕是夸奖对方 他也不会感动 而不经意间 为对方着想 说了动感情的话 对方才会欣然接受 心悦诚服 执重感情的人 在私人交往时 或许很愉快 但如果一起共事 难免会常常吵架 例如 有位好友来求助 说是资金周转 一时困难 请你帮帮忙 因为他为人不错 我就充当了他的贷款担保人 这时候 周围的人都夸我够仗义 讲友情 乐于助人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 评价却会一落千丈 比如此人的公司 因借款太多破产了 作为担保人 我自己也因此 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跟着倒了霉 周围的人 马上会转口说我傻 没人再夸耀我 乐于助人了 还有 他来借钱时 出于同情借给他了 他会说 你真是个好人 但此后 他又来借 如果你拒绝他 这次不借了 此人因为上次借到了 因而感谢你 而这次没借到 他就会记恨你 这就是人 这就是人之常情 而且 因记恨造成的感情上的裂痕 其伤害更大 我认为 与其后来拒绝 不如一开始就断然拒绝 还是应该遵守 先领性 后情感的顺序 不可颠倒 我会有这个观点 原因之一 或许是从小 在家里就学到了 我父亲 是一个不爱说话 但很理性的人 而母亲相反 很容易动感情 每当母亲感情用事时 父亲常常会加以斥责 比如 孩子他爸 在家乡的亲戚来了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觉得不错 所以我想答应他 每当母亲这么说时 父亲会说 等一等 并要求母亲 做进一步的说明 然后 做冷静的分析 指出 这样做不妥 就母亲而言 既然是亲戚上门 要求帮忙 就没想到 要用理性思考 而是感情优先 而父亲 通过冷静分析 来说服母亲 可以说 母亲有点西乡的性格 而父亲的性格 则倾向大酒宝 经常看见父母之间 你来我往的意见争论 这情景 对我的性格形成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新法第十七章 关于秦奋 作家 内村建三先生 在其所著 代表性的日本人 一书中 谈到了 二公尊德的故事 二亲尊德 只是一个农民 既没有学问 又没有财产 十六岁时 父母双亡 被寄养在伯父家里 作为一个戏弄 他从早到晚 辛勤劳作 只有夜里 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 他渴望学习 跳灯夜读 但伯父却责骂他 浪费灯油 他无法在夜间读书 尽管如此 尊德却不愿放弃学习 凌晨披星 夜间待月 拼命在田间工作 他在山上砍柴 割草的路上 坚持学习 成年后的尊德 凭借不懈的努力 和节俭的生活 积攒下来的钱 重新买回了 失去的家屋和土地 在农业耕作上 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听说他的事迹后 庄园主门 纷纷前来请他帮助 他把一个个贫困的村庄 变成了富乡 从此名声大振 到了晚年 德川幕府 委任他修修水利 复兴产业 当他和大门诸侯 那些高官们 一起在宫殿上朝时 他的举手投足 言行举止 竟是那么高雅 以致让人误认为 他出身于豪门贵族 这个故事 说明了什么呢 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夫 二公尊德 并没有接受过 正规的礼仪方面的教育 只是一把锄头 一把锹 每天从早到晚 在田间劳作 但却因此 把自己的心灵 磨练得如此清澈 就是说 人通过拼命工作 不仅可以得到生活的食粮 而且可以磨练 自己的心灵 通过劳动 可以塑造人的心灵 这个事实 我认为 对于现代的日本人而言 特别重要 战后 日本社会 确立了 对于劳动的价值观 就是提供时间 获取报酬 换句话说 劳动 不过是换取金钱的手段而已 然而 劳动本身的意义 并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报酬 特别是在贫穷的时代 干活 勤奋工作 就意味着 抑制自己的欲望 想休闲 想偷懒 想玩乐 这样的欲望 克制这类欲望 作为结果 就是锻炼自己的心智 但是 现代社会 物质富裕了 为了获得生活食粮 而劳动的必要性消失了 不勤劳 也能过得去 打零工 也能吃上饭 所以 不愿意受到约束 不愿意 进企业上班的 所谓自由职业者 似乎生活的更为洒脱 更极端的现象是 因为靠啃父母的老骨头 也照样能生存 所以 高中毕业后 不肯就职的年轻人 大幅增加 许多过了20岁的年轻人 还待在家里 当食客 无所事事 在这种状况下 恶性犯罪事件 就会层出不穷 我认为 这些人 从来没有通过劳动 磨练过自己的人格 这就是犯罪的原因 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 正因为忘记了这一点 现在的社会 才会混乱 才会荒芜 但是 既然时代变了 社会变了 再回归从前 显然行不通 所以 应该如何 弥补 富裕社会中 丧失的宝贵品德 这是我们必须 认真思考的 确实 在贫困的时代 为了维持升级 人们不得 不认真劳作 但劳动的意义 如果仅仅 是为了吃饭 那么 到了富裕时代 勤奋的意识 就会逐渐淡薄 因此 我们就需要 找出 与过去不同的 新的 劳动的意义 前面已经阐述过 劳动的目的 不只是 为了吃饭 劳动更重要的功能 就是为了塑造 人们的心灵 大家一起 努力工作 就能够塑造心灵 就能够造就 品德高尚的人 我认为 对劳动的意义 做这样的 再定义 就可以了 还有 一个关于 劳动的本质 是什么的问题 我认为 也有必要 重新认识 有些学校的老师 给学生 灌输 劳动是罪恶的观念 这也是一个问题 日本的后生 劳动省 一味想要 缩短工作时间 这也是个问题 法国规定 一周只能工作 三十五个小时 也引起了 日本国内 议论纷纷 我想 他们认为 以尽量少的工作时间 获取尽量多的收入 那是为了 劳动者的利益 但这样做的结果 不正是 促使人们 走向堕落的原因吗 或许是 机械唯物论的理论吧 就是只把人 等同于物品 等同于机械 我认为 这是错误的 我在前面讲过 佛陀 劝人精进 由此 净化自己的心灵 我认为 就应该 从这一点中 找出工作的本质 找出工作的 真正的意义 这对人来说 才是合乎自然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 大家都努力工作 把工作的一部分成果 用来支援贫困的国家 这就是施加摩尼 倡导的不失 即使不能直接寄送 也可以通过政府 开发援助机构 进行援助 从物质上 帮助世界上 众多贫困的人们 这就是救人 助人 是最高贵的 慈悲的行为 而且 因为致力于不失 更是两倍 三倍的 提升了劳动的价值 同时 像这样 用自己勤奋工作 得来的成果 来帮助别的国家 我认为 对于自己的国家的 安全保障而言 这比获得任何军备 缔结任何条约 都更为有效 为什么 因为谁 也不会去侵略一个 充满关爱的 慈悲为怀的民族 如果做到这一点 这个民族的人民 无论走到哪个国家 都会受到尊敬 我衷心希望 日本能成为 这样的国家 这也是21世纪 日本应该追求的 目标 新法第十八章 关于宗教和死亡 你信仰哪种宗教 当问及这个问题时 许多日本人 回答说 我没有宗教信仰 这给人一种错觉 好像不信宗教 很了不起似的 我想 日本的知识阶层 以无宗教信仰为荣 那是明治维新之后的现象 明治以后 日本快速迅猛地 引入西方文明 当时 最推崇的 就是科学的合理性 和逻辑性 当时 明治政府 极力否定民信 否定各类神话传说 为了落实 科技立国的方针 需要国民 信奉符合逻辑的思维方式 采用高效合理的方法 来推动事业的发展 因此 在明治以后的学校教育中 一切所谓非科学的东西 都遭到了强烈的否定 然而 一直到江户时代末期 1603年到1867年 无论是神社还是寺庙 都有专人传授神佛的旨意 某某神社的公司 能够听闻神灵的开示 某某寺院的高僧 具备神奇的通灵能力的 这类传言 为仿坚百姓所兴兴乐道 但是 到了明治时代 信仿仰神佛的灵验 传递神佛的旨意的人 遭到了否定 被贬斥为迷信 而能够否定这种迷信的人 则被尊为知识精英 这么一来 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宗教 也被视作了迷信 其结果 日本人开始觉得没有宗教信仰 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 本来 在明治以前 人们并不会问及对方的宗教观 也不会刻意的去思考宗教 因为当时的人们 把对神佛的朴素的信仰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曾兼神过地球交响曲2 这部电影 电影中的演员 佐藤初音女士 日前邀请我去她家做客 她家位于岩木山的山脚 岩木神社在半山腰 去神社的路上 连续耸立着几个木制的拱门 非常壮观 在这个北方贫穷的山区 这样的大公们居然有好几个 这说明附近的居民 具有强烈的信仰心 听说直到现在 在举行祭典的时候 临乡临村的人们 还会在那聚集 岩木山被称为 京青富士 就是京青的富士山 在广阔的京青平原上 忽然耸立起一座高山 非常突兀 那高山峻岭让人感受到神的存在 我想所谓山岳信仰 就是这么产生的 因此并不是说 日本原来就有神社 神道乃至宗教 日本人信仰的核心 就是包括山岳信仰在内的 那种土生土长的宗教 即使不可以用宗教二字 人们持有信仰之心 却是普遍的事实 包括这种本土信仰在内 无论西欧亚洲或日本 宗教之所以力量强大 就是因为人类在自然界生存时 需要宗教基于精神的慰藉 人类既无坚实的皮毛保护身体 也没有利爪尖牙来做进攻的武器 体格也不够巨大 可以说人类是生存能力薄弱的动物 肉体虚弱的人类 在变动剧烈的大自然中生存 恐怖之心异常强烈 置身于充满威胁的自然界 人们自然会寻求宗教的帮助 宗教应运而生 就是说 人类要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 生存下去 宗教是必不可缺的精神力量 但是千百年来 人们依靠自身的智慧 接二连三创造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原本只具备脆弱肉体的人类 开发出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甚至开始拥有支配自然的力量 这样 人类就消除了对于自然界的恐惧之心 人类不必再求助于宗教 信仰宗教的必然性消失了 然而正因为从生存的危险中解脱 不再需要求助于宗教 现代人的心中突然出现了空洞和空白 这种空白感 空虚感日趋严重 而且找不到可以填补的东西 因此据说在年轻人中 找独占卜 玩塔罗牌 占卜 乃至对新兴宗教产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表面上 在否定迷信 但另一方面 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 人们又会被神秘的事物所吸引 我和许多知名学者 都有亲密的交往 其中 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 各个领域的所谓第一人 他们在五十岁前后 往往强调自己不相信宗教 但过了七十岁 他们的态度就变得随和 不再竭力否定神灵的存在 有人甚至会说 我觉得我已经能够理解 宗教所描述的精神世界 但是 最后未能皈依宗教的人 还是占了多数 他们如何安心立命 如何填补心灵的空洞呢 正当我在寻思 在观察的时候 社会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 死亡就是肉体的消灭 一切都归于无 包括我自己在内 这种论调让人似懂非懂 这是唯物论的思想 是不信宗教而衍生的说法 他们把死亡归结为无 人活着会有许多烦恼和痛苦 但死后一切消失 全部归零 因此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本来一切都是无中生有 有又归于无 肉体消灭了 我自己也不存在了 想到这一点 或许会有一丝宠怅 但我不过同大家一样 都是归零而已 如果这样想 也算是一种达官 这样看不红尘的人 宾死之际就不会惊慌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也是某种形式的宗教 姑且称之为无的宗教 我死之后 请把我的骨灰 洒入我曾经想去的那个大海 这种撒谷的现象 就是出于死及归无的思想 一切存在都将归零 持这种论调的知识精英 正在不断增加 我认为 人死后的灵魂的世界 遭到否定 这正是宗教在日本衰落的原因 明治维新以来 灵和魂都被当作了迷信 死亡的意义 只限于肉体的消灭 肉体之外的心和灵魂并不存在 肉体的死亡 意味着包括灵魂在内的 一切都归于灵 因为否定了灵魂 结果导致人们 对死亡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人类 对于死亡的意识 几乎都集中在 人死亡瞬间 肉体的痛苦 以及对于这种痛苦的恐惧 然而 以往的宗教 却相信生命的永恒 虽然道理不那么清晰 我即将迎来死亡 死后将会怎样呢 我祈求圣母玛利亚救我 帮我 请菩萨拯救我吧 希望在死后的彼岸 获得救助 就是说 对于过去时代的人们而言 死后自己会去哪里 结果将会怎样 这种对于死后要去的世界的担忧和不安 才是对于死亡的恐惧 这一点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一样 在罗马西斯廷大教堂里 有一幅米开朗基罗的画 最后的审判 画面描绘了人死后 获取天堂 获取地狱的场景 在日本的戏剧中 比如在能剧和歌舞剂中 有许多死后灵魂的再现 甚至还有生灵 就是人活着 灵魂却脱离肉体 出来活动的情景 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 灵魂的存在 是被普遍认可的 但是 在那时活跃的灵魂 所谓的痴魅王俩 到了否定迷信的近代社会 却逐渐消失了 然而 到了今天 有许多人感觉到了心灵出现的空洞 其中一些感性非常敏锐的人 又开始提出 或许真有灵魂吧 这种感性 催生了描绘恐怖世界的电影和戏剧 促使年轻人走进新兴宗教 这就是现在的社会状况 我认为 这种现象 不过是对全面否定灵魂的 一种反动而已 我是相信 有来世的 我认为 人死之后 并非一切归零 但如果问我 死后的灵魂 何去何从 我只能回答 不知道 尽管不知道 但我仍然相信 人有来世 不过 我相信的 所谓来世 却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地狱或天堂 地狱天堂 只是诱导 云云众生 言行向善的宗教概念 而我的来世观念 基本点就是灵魂不灭 比如 道圣和夫的灵魂 在这个现世 为提升心性 经历了种种磨炼 不久 我会死去 死后 去了那个世界 我想 还会继续 同样的修行 那是什么样的修行 我不得而知 或许 要经历各种折磨 来校正我的秉性 总而言之 到了那个世界 还要继续努力 提升心性 然后 轮回转生 借助某个人的身体 回到现实 重新 开始修行 最后 当我们的心灵 达到施加摩尼的水准 也就是提高至 开悟的境界 轮回转生 就告一段落 就不必再回归现实 这就是我的想法 纯化心境 静化心灵 将它变得更加纯粹 更加美丽 这一作业 我认为 就是我们人之所以 生于现实 生于现实的目的 就是说 我相信 所谓现实人生 就是神灵 为了把我们的心性 提升到更高境界 而赐予的一个时段 就是磨练灵魂的一个道场 当我们离开现实 进入来世时 我们所能携带的 只有灵魂 财产 名声等 只能统统放下 也没有人 陪我们同行 单独一个人死去 虽然寂寞 但我们必须 孤身踏上新的征程 那时候 我们可以佩戴的勋章 就是一个更美丽的灵魂 一颗更光明的心 在宗教的画面 影像里 凡有天使出现 总是伴有耀眼的光彩 圣母玛利亚出现时 更是光芒四射 还有 在佛陀的背后 也有光圈照射 我觉得 用光明来表达灵魂 非常贴切 因为我认为 我们凡人也一样 只要磨练自己的心智 我们的灵魂 也会闪耀光芒 一彩缤纷 新法第十九章 关于共生和竞争 远在狩猎 采鞋的时代 在人类文明开化之前 我们人类 是具备强烈的 共生思想的 所谓共生思想 是指什么呢 按照我的理解 关键的一个字 就是爱 爱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爱 就是包容世间 一切事物的 普遍性的爱 另一个就是自爱 共生的思想 建立在普遍 爱的基础之上 这种思想 之所以产生于 原始的人类社会 那是自然界 教化的结果 就是说 如果只强调 自身利益的 自爱 膨胀的话 就会加害于他者 结果是导致自己 也灭亡 人类从大自然中 学到了这一点 比如后面将会 论及的烧荒农业 如果人们只顾 眼前的收获 烧毁的森林 超过了它的 再生能力 土地会逐步 失去肥力 农作物的产量 会急剧减少 人们必然 遭受激紧的威胁 太过自爱的报应 会落到人类 自己的头上 人类在自然界 生存过程中 学到了这一条 所以 原始的人类 就会很自然地 去实践 共生的生存方式 观察整个自然界 基于普遍之爱的 共生现象 确实存在 但其中 也有自爱 强行抬头的情况 比如 由于环境的变化 蝗虫异常繁殖 蝗虫把周围的草木 通通吃光 并以横扫一切之势 飞渡几十公里 乃至几百公里 凡过境之处 寸草不留 结果 它自己也无食可吃 全部死光了 像这样 自爱的膨胀 甚至会导致 它的种群灭绝 过度的自爱 必将招致 自身的灭亡 那么 竞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人们不禁 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原本 自然界中 充满着普遍之爱 因此 共生是大自然的 基本形态 在这个 共生的框架之内 各种各样的动植物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 努力求生存 基于自爱 拼命生存下去 实际上 这种拼命求生的情形 结果自然就产生了 与周围 动植物竞争的结果 各类动植物 并不是自己主观上 想要竞争 才产生了竞争 在原本 被普遍之爱 包容的 共生的自然环境中 每一种动物 植物 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 基于自爱 而拼命求生而已 但是 越是这样 作为结果 就与附近同样 在追求生存的物种之间 发生了竞争 继而出现了竞争 落败者 灭亡的现象 这并不是说 某方有意识地去消灭另一方 而是某方 为求自己的生存 而拼命努力 其影响所及 使得生存努力不足的一方 衰落下去 这就是所谓 适者生存 为了表达自然界的残酷性 人们常常使用 弱肉强食 这个词汇 但我认为 在动物的世界里 从表面上看来 似乎存在这种事实 但不管怎么说 适者生存 才是自然界最基本的法则 并不是谁 有意识地去消灭谁 而是某一方 因为不适应环境变化 而自己 没落 自我淘汰 这才是自然界的真实情景 确实 在动物世界里 有的动物 为了满足自爱 为了让自己生存 而猎杀别的动物 但是 即使在这种场合 动物也只进行 自己生存 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杀生 这是因为 如果自爱过度膨胀 杀生过多 自己也将无法生存 乍看之下 似乎是凄惨残酷的生存竞争 但因为只取自己生存 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量 所以 看到这种现象 我们就能明白 自然界确实是由共生主宰的 自爱是必要的 缺乏自爱 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命 为了生存必须的自爱 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 归根结底 这种自爱 应该纳入共生的范围之内 这同前面所讲的 自由具备两面性一样 人类手握自由 从某个角度看 自由非常珍贵 但从另一方面看 自由又是作恶的根源 善和恶也一样 他们并不是本来就有的 他们同根同源 都从爱开始 因为爱的用法不同 或生出善 或生出恶 从头到尾 围着自爱打转 势必作恶 为他人着想的爱 开始觉醒时就能为善 善恶的界限 就在爱自己的爱 和爱他人的爱的中间 自然界 充益着普遍性的爱 作为整体而言 处于万物共生的状态 这是因为 只求自己繁荣 必将使对方破灭 结果将来自己 也必将疲弱 自然界明白这个法则 因此 佛教所讲的知足的思想 乃是将共生 付诸实践的 关键性词汇 企业竞争也一样 也需要普遍性的爱 为了维持自己的企业 为了让企业繁荣壮大 首先 必须有保护企业 不受侵犯的自爱 但是 在它的根基里 不可缺少 为普遍之爱 所包容的 共生的思想 如果在企业金融中 只是一味考虑 企业自身的利益 其结果 就是客户 因不能获利而离去 经营 就会走进死胡同 最后 员工的生活 股东的利益 都无法保障 企业自身 也不能继续生存 片面的 要让自己的企业 变大变强 这种自爱 过分强烈的话 企业将无法生存 为了不发生 这种悲剧 企业经营 必须让客人 员工 股东等企业周围的人 都高兴 在自爱的同时 对他人之爱的他爱 无论如何 都是必须的 如果某个行业 或者某个企业 自爱过分强烈 过分突出的话 就会破坏 整个社会的协调和谐 为此 在现代社会里 为了防止一个行业 一个企业的力量 过分强大 特地制定了 《反垄断法》 这部法律 这是将共生的思想 法治化 将共生思想 植入现代社会 这就是我的解释 因此 企业必须考虑 长期稳定的 雇佣员工 同时 也应该考虑 相关交易对象的繁荣 如果维护员工的生活 是普遍之爱的话 那么 关照交易企业的利益 或者支撑经济的发展 也是普遍之爱 从企业活动 获取的利润中 交纳税金 让社会有效使用 另外 通过捐赠等方法 为社会做贡献 这些也是普遍之爱 企业必须与社会 共生 才能持续生存发展 确实 企业间互相展开竞争 作为结果 竞争对象 或许会破产 但是 正如前文所述 这不过是 逝者生存的 竞争法则 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已 首先 必须为了自己企业的 生存发展 拼命努力 这看起来 或许是自爱太强 但这也是自然界的天理 但是 也不能借口共生 由政府和行业出面 采用所谓 互送传团方式 也就是 为了让 因经营问题 而陷入困境的企业 可以继续生存 日本行政官厅 通常会出面干涉 以保持这一行业的稳定 让全行业 所有企业 都能顺利的生存发展 这种做法 对该行业 或许有利 但一定会给消费者 和一般大众 带来巨大的损害 绝不能说 这是符合 共生 这一普遍之爱的 正当行为 它不过是满足 某一行业 私利的 行业本位主义 我的思考是 为了共生 必须竞争 同时 为了竞争又必须共生 举个例子来说 在国道的路旁 只开了一家搭面店 客人很少光顾 不久便倒闭了 这种现象不少见 但是周围一连开了几家面店 客人不断增加 每家面店都生意兴隆 这是因为各家面店互相竞争 味道好吃了 价格下降了 各店都繁荣 结果就形成了共生的局面 相反 只想自己一家独占市场 旁边有竞争对手出现 就设法阻挠 结果 因缺乏竞争 服务上不去 品质上不去 客人不来店 自己也只好关门打击 竞争也好 共生也好 本来就是以承认对手的存在 承认多样性为前提 才能成立的 而且只有共生和竞争同在 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 被誉为灵长类动物研究第一人的 一顾伊古纯一郎先生 是京都大学的教授 我曾有机会听他讲过下面一段趣闻 为了对黑猩猩进行生态研究 伊古先生曾深入非洲的山区 滞留了好几个月 当时他曾到过原始狩猎民族聚居的村落 在这个村落里 凡外出狩猎时 不足的男子一起出动 各持弓箭 只要有人捕获一头猎物 当天的狩猎活动就告结束 众人一起回到村落 然后将猎物切割 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 那位捕获猎物的男子 分得最好的一块 拿回自己家里 接着 按血缘的亲书 比如父母兄弟表亲的顺序 分割战利品 当然越到最后 分得的肉片就会小一些 见到这种情景 伊古先生抓住一位部落成员 问道 你分到的量不是太少了吗 捕到一头猎物之后 不要停手 再捕一头 让大家都饱餐一顿 不是更好吗 不 这是村落的规矩 不能多捕 不管是谁 只要捕到一头 当天的狩猎必须停止 这是很早以前 就定下的规则 他这样回答 一天 绝不捕捉 超过一头的猎物 伊古先生分析说 如果 听凭自己的欲望 多捕滥杀 不久 必将招致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 到时 自己的食量 也会发生困难 原住民们 从本能上 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 他们绝不在 超出野生动物 再生产的范围之外 捕杀猎物 另外 伊古先生 讲到 在黑猩猩的社会里 居然也存在 同样的现象 猩猩 是杂食动物 通常 吃树上的果实之类 但有时 也会成群接队 来到地上 捕猎并食肉 他们用万粒 或手握短棍 击打小型动物 当击到一头时 其他的猩猩 立即停止狩猎 聚拢到 击打猎物的猩猩身边 将肉片 分而食之 就像这样 无论是原始的 狩猎民族 还是黑猩猩 为了自己的生存 他们都在抑制 自己的欲望 力图 与自己周围的 环境 共生 他们具备 这样的智慧 换句话说 抑制自己的欲望 反而是自己 生存下去的条件 他们懂得 这个道理 在非洲 还有一种原始部落 是通过烧荒农业 来维持生计的 那里的人们喜欢社交 当一股先生走进他们时 他们招待一股吃饭 热情款待 这个部落的酋长说 不久前 法国的考察队 在这里逗留了好几天 也同样招待他们 结果自己的粮食 却不够吃了 一股问他们 一年打多少粮食 他们回答说 只种植部落的人 一年要吃的量 一股又说 那么让访问者吃了 肯定就不够了 稍微多生产一点不行吗 那可不行 酋长答道 部落之神不允许 所谓烧荒农业 就是通过放火 烧毁森林 使土壤肥沃 然后开垦种植 收获淤泪或穀物 因为不使用肥料 连年耕作后 土地渐次贫瘠 产量逐年减少 于是放弃这块土地 在别处森林放火 烧出良田 如此反复 借以确保获得肥沃的土壤 比如 把某个部落周围的森林 十等份 顺次烧荒 然后分别耕作十年 于是 等再次开垦最早的那块土地时 已经过百年 森林已茂盛如初 烧毁的森林 又能获得沃土 可以再次获得丰收 但是 如果不这么做 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食 而烧毁比平时更多的森林 短时期内 的确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 但从长期看 将有更多的土地 变得贫瘠 而不能更做 积紧必至 所以 对原住民而言 即使现在饿肚子 也绝不会 在超出森林再生能力之外 去烧林造地 说到一百年后 就是三代以后的事情 就是说 为了增孙一辈的生活 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规则 哪怕自己挨饿 也严格遵守这一规则 据说 看到原住民的这种生活态度 一股先生静幅不已 他们没有科学知识 也许不懂得什么原理 但共生的生存方式 作为遗传基因 已植入他们的血肉 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 为了促使森罗万象 一切生物万世永生 需要知足 需要抑制自身的欲望 就是这么一个原始的村落 却在忠实地践行 这样的生存方式 反过来看 科学发达了 享受着富裕的生活 我们这些先进国家的人们 又是怎样呢 蔑视自然 迫不及待 积极地追逐不断膨胀的欲望 就是这样 无论何时 还永不知足 我们日本人 已经足够富裕了 应该知足了 应该更多地 考虑地球环境的问题了 应该考虑如何 帮助发展中国家 脱贫致富了 具备这样的 共生的思想 不仅可以使我们 每一个人的人生 更加丰富多彩 而且如果让更多的人 共有这种思想 我坚信 一个不仅物质富裕 而且精神富裕的社会 一定能建成 我在孩童时代 就读到了新宗教团体 生长之家发行的书籍 当时我13岁 患上了肺结核 面临死亡的威胁 我的叔叔叔母 都在那时 因肺结核相继过世 邻居中就有留言 道圣家 都患肺结核 是前世作孽 或许全家都会死光 我觉得自己 可能也会这么死去 情绪十分低落 这时候 邻居家的太太 借给我一本书 是生长之家的创始人 谷口雅春先生写的 生命的实相 书中写道 心中描绘的事物 会作为现象呈现 书中用了心象这个词 意思是 一个人的意识状态 会原封不动的 在这个人的身边出现 自己周围发生的各种现象 不过是心中描绘的景象 在现实中的投影而已 就是说 人生的一切不幸 包括肺结核在内 都不过是自己的内心 在现实中的反应而已 读到这些话 我感觉矛盾和迷惘 我没有坏思想 内心无愧啊 为什么会患上肺结核呢 尽管不理解 躺在病床上 我还是拼命努力 在内心描画善念 同时 我认真思索 所谓善念究竟是什么 为社会 为世人做贡献 这就是善念的最高境界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产生了这样单纯的想法 人就应该具备 这样的思想境界 我的思维到达了这里 心怀善念 好事就会发生 心怀恶念 坏事就会发生 既然如此 人就应该怀善念 想好事 不 必须有意识地 尽最大努力 去私善 行善 直念死亡 内心充满难以言喻的恐惧 正是这个时候 我理解了生命的实相 书中的观念 陪伴我一路走到今天 在这过程中 虽然经历过 升学考试的失败 和求职的失败 但不可思议的是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书中的上述的教会 每当有坏事发生 那是因为自己的想法有错 我就这么去思考 当然 因为是人 总会有烦恼 如果放任不管 只要自己好就行 但立即心 就会冒头 但是 因为从小时候开始 我就竭力 让自己心怀善念 这才让我有了今天 这样的结果 打个比方 在自己的心中 设置另一个我 每当有自私 任性的念头冒出 另一个我就会提醒自己 请等一等 这不对劲啊 可不行啊 应该怀善念 想好事啊 感觉上 就是另一个我 抑制了 任本能冲动的我 有意识地 发挥这样的抑制作用 结果才造就了 今天的我 但是 回首往事 各个时期 善念的强弱 浓淡的程度 仍有所不同 换费结核时 私善的念头 相当强烈 一直延续到中学时期 但渐渐有所淡化 进大学前 自由奔放的一面 强了一点 上大学以后 善念又有所增加 踏入社会后 一如既往 必须心怀善念 我一直坚持这个信念 进入社会后不久 我就开始亲近佛教 因为小时候 读过生长之家的 谷口雅春的书 他的思想 受佛教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接近佛教 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必须心怀善念 在每天的生活中 我都这么想 因此踏入书店 我的手就会很自然的 拿起跟佛教有关的书 佛教书中的内容 与谷口雅春的思想吻合 所以我读得进去 没有抵触 排斥的心理 我于1997年 剃度出家 归依了佛门 这件事 同我认识的一位 长老有关 经此创业之初 我得到了西枝一江先生的帮助 当时他担任公募电机公司的 专务董事 他是京都府八番市 圆福寺长老的亲戚 年轻时就常去 圆福寺与长老饮酒聊天 因为这层关系 西枝先生当了圆福寺的监护人 后来 这位长老的继承人 在土地买卖上出了问题 西枝先生就把圆在雄本的寺庙 当长老的西片丹雪 请到圆福寺当住持 西枝先生和西片丹雪长老 都是心系人 据说还是远亲 丹雪年少时 曾在西枝家当书童 后来考进了利命关大学 一换上了肺结核 吐血不止 这样下去难免一死 倒不如进寺庙去修行 丹雪提出这个想法 却遭到周围人的反对 你身体那么虚弱 而寺庙的修炼又那么严酷 这不等于自杀吗 但丹雪主意已定 无论如何都要去 这样他就进入了位于京都花园的 妙新寺落发围僧 之后他的肺结核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 于是他继续修行 在雄本当了住持 就是这位丹雪长老被西枝先生请到了园福寺 后来西枝先生辞世 不久 丹雪长老决定接受妙新寺总院授予的高僧资格 西枝先生的夫人因此来找我 他说 丹雪长老要当高僧需要一位在家的监护人 他询问我能否接受此任 我不知道当监护人要干些什么 当时丹雪长老也不熟悉 但我仍然达到 因为受过西枝先生的恩惠 所以我愿意担任 于是当了监护人 因为这个缘分 我有机会常与丹雪长老见面 后来我自己也对禅宗产生了兴趣 我的老家是属于净土真宗西本院寺一派的 因此我从小就亲近念佛佛教 对禅宗一无所知 因为和丹雪长老的缘分 我接触了临济宗妙新四派的人士 也因此被禅宗所吸引 想认认真真学一学 于是想到了出家 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丹雪长老的个人魅力 一个是禅宗本身的魅力 丹雪长老的修行十分严格 目前年近八十 始终维持独身 而且实行素食主义 在道圣财团主办的京都奖的晚餐会上 只为丹雪长老一个人准备了素食 日本的禅宗僧人可以娶妻生子 也有不少人食肉 但丹雪长老格首正宗的禅规 很了不起 丹雪长老 丹雪长老总是沉默寡言 他从来不说让人难懂的话 他为我泡好抹茶 这时候只是我单方面讲述公司里发生的事情 他只管倾听 时而恩恩的点头称事 丹雪长老交往中 有几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其中最难忘的是15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经词在没有取得政府认可的情况下 就销售用精密陶瓷做的人工膝关节 这件事一时成为新闻媒体集中炮轰的焦点 当时用精密陶瓷做的骨关节已经获得了认可 医生们强力要求将这项技术应用于膝关节 我本来有许多理由 来为精词辩护 但我当时采取了宁丹污名不加深辨的态度 不料媒体不依不饶 连日大肆渲染 人很难彻底克制自己的愤懑 那时我就跑去丹雪长老那里 向他倾诉 事情的原味是这样的 如今却倒霉如此 丹雪长老看过报纸 知道有关情况 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道圣先生 吃苦倒霉 正是你活着的证据啊 我本想得到他的安慰 其料他却认为发生这种事乃是理所当然 我内心不免产生了失落感 此时他却接着说道 遭遇灾难 遭遇灾难正好是消除过去所造业障的机会 业障消去该高兴才对 虽然至今为止 你积累了哪些业障不得而知 但如果因为这样的小灾小难 就能消除业障的话 那么不庆贺一番可不行吗 这番话 同白隐禅师在《坐禅合赞》中 所说的静心欲禅作 能灭无量罪 如出一辙 这是让我精神重新振作的最高教会 我有一种心灵获得救赎的感觉 后来 1997年9月7日 我在丹雪长老的引导之下 以在家修行的方式 在圆福寺归依了佛门 经常有人问我 究竟为什么要出家 其实 我早就打算到60岁时就要出家 当时 我觉得自己可以活到80岁 我想 我的人生应该这样安排 从出生到20岁 是为进入社会做准备的时期 从20岁到60岁的40年间 是在社会上努力工作的时期 从60岁到80岁的20年 是用来迎接死亡之旅做准备的时期 所以 所以到了60岁 就要从企业隐退 做一些僧人做的事情 同时研究佛教 以便踏入新的旅程 就是说 我认为 在80岁迎来肉体的死亡之际 将开启新的心灵旅程 灵魂意识体的旅程 我必须 我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那么 为什么我会认为 自己的寿命是80岁呢 因为 有一位精通印度传统医学 阿育沸陀的 瑜伽高僧 来日本时 曾为我耗脉诊断 当时 只把了五分钟 他就断言 你小时 换过肺结核吧 换病的是右面的那个肺吧 是肺浸润 现在 半边的头 有时会剧痛吧 他所下的诊断 全部准确 正当我惊奇时 他又说 现在都正常了 你很健康 接着 他又轻轻地说道 你还可以活好多年呢 把他所说的年数 换算成年龄 就是80岁 他的话 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所以 我就自以为是 认定自己活到80岁时 死去 但实际情况是 到了60岁 我仍因 KDDI的工作 而忙得不可 开交 无法从经营第一线 引退 但到了65岁 我就有了紧迫感 只剩下15年了 不能再等了 于是 付诸行动 所以 我当时的感觉是 终于出家了 原定出家的日子 胃镜做经营 胃镜做精密检查 就从电视屏幕上 看到了红肿的胃壁 有糜烂部位 摄取细胀 摄取细胞 培养的结果 证实了 证实了 是癌症 历年的体检 都安排在年初 就这一年 延期到6月初 因为年初时 本应同去体检的妻子 得了感冒 不愿去医院 我也就没去 这才拖到6月份 做检查 真幸运 实际正好 发现了癌症 为什么说 实际正好呢 因为如果 1月份体检 可能还发现不了 癌细胞 而再过一年体检 可能为时已晚了 医生说 是早期癌 没有大癌 但手术切开一看 却是进行性胃癌 未必只剩一层皮了 因为是进行性胃癌 所以 1月份检查的话 可能还没形成癌症 但如果等到 第二年1月再检查时 因为癌细胞扩散很快 可能无法救治了 当医生告诉我是癌时 我既没有紧张 也没有恐惧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哦 是癌吗 白天听完医生的话 我仍按原来预定的日程 乘新干县去了岗山 在盛和淑 立会上 为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者 做讲演 在讲演结束后的 肯亲会上 还喝了一点酒 在回京都的新干县上 继续解答淑生们的问题 直到深夜 回到家里 和平时一样 安然入睡 经常有人问我 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情绪没有波动吗 意识到死亡 不觉得恐惧吗 但是 我确实 没有这样的感觉 按照我的观点 死亡 只是意识体的 重新启程 我坚信 那只是肉体的死亡 而不是灵魂的死亡 如果死亡 意味着新的旅程的开始 那么 即使是身患癌症 而离世 也不是悲剧 当然 在少年时代 患肺结核时 我不愿死 有求生的欲望 但到了五十岁 对于死亡 我再也没有 惶恐不安的情绪了 为什么呢 是基于信仰之心呢 我觉得 并不尽然 所谓信仰 就是相信死后 阿弥陀佛会来救我 或者在基督的引导下 去往天堂 但是 在这些信仰之前 我已经相信 生命不灭 死亡 不过是肉体的消亡 我自己的灵魂 是永存的 而且 我认为 这个灵魂 需要不断地磨练 这 才是最重要的事 在出家之后 从丹雪长老那里 得到了这样的教会 僧人 修行在身 也难以对现实社会 做出贡献 你经过修行之后 应回归世俗 为社会 再做贡献 这才是佛道 今后 我将遵循 佛的教会 为社会 为世人 竭尽自己 微薄的力量 同时 不断提升 自己的心性 这就是我的想法 就算了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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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有 没有 在我身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